没有文凭 没有资源 没有人脉 在越来越卷的社会如何生存 然而祸不单行 在孤儿院里相依为命的妹妹被查出白血病 为了救妹妹 打工 送外卖 但是钱依然不够 直到我下载了一款APP 接触了名为剧本沙的游戏 在剧本沙中获得异能 还有一把剑 这剑中怨灵竟然是个妹子 但是 剧本沙帮助了我 也让我卷入了更大的阴谋漩涡 全眸 暗算 勾心斗角 看我突破玻璃天花板 公主 剑灵 女王 我到底怎么选啊 开天辟地 唯我独尊 寒风似铁 月光如洗 宫墙巍峨 皇城外的禁军已接到传训 进攻秦王 招民门前 一位青年持劲力 披腻着白袍赢甲的禁军 禁军列阵 严阵以待 青年与军阵前似有一道无形的墙 隔开他一人与着千万人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一股肃杀之气 逼得人万马齐音 在近乎窒息的气氛中 大战一触即发 血液的兴气弥漫在宣政殿前 青年的白衣已经被红色浸透 他的脸上净显皮态 手中的长剑满是血污 青年右手握剑 把剑刃在左手臂弯处一擦 右手一甩 血污禁除 寒芒腹腺 还可再战 青年单手持剑触地 屈膝半跪 血污迷眼 一道可不得伤口 从右肩至左腹 另一手臂无力地悬在衣袖当中 一道极限 青年怀中发出淡蓝色微光 这大约就是他所守护之物 此时青年的耳中 响起冰冷的系统音 恭喜通关剧本 桑北花沙 任务目标水灵珠未被破坏 任务完成 桑北大皇子阵营获得胜利 任务完成 剧本奖励结算中 获得两个积分 随着系统音的结束 青年周围的场景 呈现出数字化 并慢慢消失 他正坐在一间破旧的门脸房里 地上一层厚厚的鸡灰 墙壁斑驳 看来很久都没开张了 这里唯一的家具桌子上 是一份签了字的租赁协议 上面写的名字是 月朝西 月朝西拿出手机 打开这款看起来有些可疑的app 上面的积分已经有了十分 月朝西正在查看 结算界面的时候 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来电显示 前院长 月朝西神色有些憔悴 刚刚沉浸厮杀的实感还未退去 他深吸一口气 打起精神接通电话 喂 前院长 是我 没有接到电话是因为在忙 您知道我这边生意刚刚开张 生意太好人手不够 月朝西强打精神说着 但是接下来的话 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 一下就浇灭了刚刚燃起的些微希望 钱 我马上打过去 嗯 还是保守治疗吧 这种病就是无底洞 电话那头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 话音未落 就被月朝西打断 不 不要保守治疗 我负担得起 月朝西坚定的说道 说完月朝西操作app 把积分出售给系统 换取了两万元 定 银行卡收款短信的提示音 月朝西熟练的把钱转到一个私人账户上 打来的电话是孤儿院的院长钱磊 月朝西也是出自这家孤儿院 他自幼被父母遗弃 自从有记忆开始 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孤儿院里 和他相依为命的 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16岁妹妹 秦兴锐 他是月朝西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月朝西的童年并不快乐 孤儿院里只有最最基本的保障 就是让这些孤儿饿不死 除此之外 一无所有 但是月朝西幸运的成长到了18岁 走出孤儿院 但是命运并不眷顾他的这个小妹妹 在两个月前 他被诊断出得了慢性 利细胞白血病 这种疾病不会让人马上丧命 就像是一个脚索 不知道何时就会要了性命 而能维持住生命的椅子 是一种特殊靶像药物 有了这种靶像药 就可以维持他的生命 但是一支注射剂就要两万块 对于孤儿院的孤儿来说 得了这种病就等于是死亡 前院长说的保守治疗 其实是不用靶像特效药 只给秦兴锐使用止疼片和消炎药 保守治疗可以减少他的痛苦 月朝夕第一次听到前蕾这么说 就断然拒绝 因为这根本算不上治疗 只是在减轻孤儿院的压力 哥哥 蕊蕊的身体已经不疼了 面色憔悴 身形消瘦的女孩微笑着说道 蕊蕊先回去休息 哥哥一会儿去看你 月朝夕看着如同风中残烛的女孩 压抑着心中的悲愤 挤出笑脸回应 眯着眼睛 努力不让眼眶中泪水滴下 月朝夕把女孩送回房间 大步走回院长办公室 推门而入 对着办公桌后的女人说 如果你们不救她 那我来救 没人照顾她 我来照顾 需要多少钱 我来付 前院长上下打量了月朝夕 嘴角微微上扬 竟然有人自己跳出来 承担这个包袱 她自然乐见其成 可以啊 一周两万元 一个月八万元 所以 月朝夕需要钱 很需要钱 但是不能做违法的事 如果做了她 无法面对新锐 除了快递员 外卖员 她还需要挣钱 但是只有九年义务教育的文凭 堵住了几乎所有高薪的工作 即使没日没夜的工作 第一个月 月朝夕就花光了 她所有的工资和积蓄 在月朝夕走投无路的时候 月朝夕遇到了那个胖子草棚 兄弟 工作这么拼啊 你很缺钱吗 要不要试试这个 玩剧本杀就可以赚钱 玩剧本杀可以赚钱 月朝夕知道 有些APP程序 为了推广会发红包回馈给用户 但是它需要的是大量的钱 玩完游戏 就能赚这么多钱吗 当然 不过这要看你怎么玩了 如果你愿意拿命玩 能挣多少钱就看你了 哈哈 曹胖子戏谑地说道 月朝夕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下载了曹胖子分享的游戏程序 在进度条完成的那一刻 他感觉到 世界像是抖动了一下 如同电脑死机蓝屏前的乱码 不过只是一瞬 这种诡异的感觉就消失了 打开这个名叫剧本杀悲胎一 01的APP 一个冰冷的系统音 在月朝夕的脑中响起 请您设定一个角色名 曹胖子看到月朝夕吃惊的样子 连忙语气细血地解释道 忘了说了 这个程序为了让剧本杀体验更加沉静 所以会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月朝夕对脑中出现的声音吃惊不已 但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 对着曹胖子问道 只要玩这个剧本杀 就可以获得钱吗 我需要大量的钱 曹胖子看着眼前消瘦憔悴 但是眼神坚定的青年 收起细血的表情 一本正经的点头说 是的 月朝夕的眼中 灰暗中闪出些微亮光 心中下定决心 只要能救你 月朝夕毫不犹豫地点下首页上的匹配案件 不到五秒 API上弹出一个新的对话框 同时 月朝夕的脑中 响起冰冷的系统音 单人剧本 莲花罐 以匹配 开始传送 5 4 3 2 1 随着系统音倒计时播报结束 月朝夕的身体 逐渐变成一个一个马赛克 化成一段接一段的代码 最后在原地消失 曹胖子看着消失的月朝夕 嘴角露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 继续对着月朝夕消失的地方说道 不仅是金钱 就算你的愿望 也可以实现 第二章 帝都追击战 月朝夕猛然惊醒 连刷三个剧本 让他精疲力尽 不知不觉既然睡着了 回想起一些曾经往事 重新打开手机 时间显示23点25分 习惯性地打开剧本 杀悲胎一 01 上一个打过的剧本 桑北花杀 结算的界面还在页面上 月朝夕已经打过十个剧本了 桑北花杀算是最难的 在剧本 杀世界当中 所有的感觉和现实感觉无异 最后皇城决战的冰死体验 让月朝夕一度觉得自己 真的会死在剧本杀游戏里 月朝夕仰起头 脖子枕着椅子背 身体完全靠在椅子上 心中想着 为了救他唯一的亲人 孤儿院里的妹妹秦兴蕊 就算死了又如何 只要他的牺牲 可以换来秦兴蕊活下去的机会 那么一切就足够了 帝都北清市 CBD商业区高楼大厦林立 一道黑影从一座高楼 翻到另一座高楼 随后纵身一跃跳过高架桥 向着外环的方向 在对面的大楼着陆 这之间足有四百米的距离 高架环线上车水马龙 假如有人看到 估计会吓得瞠目结舌 然而 有人在关注 两个穿着西装的特勤人员 边跑边喘着粗气 用手机联络到 目标已经过了三环 我们在后面 手机那头的语气十分焦急 从听筒里 能听到一个中年男人的叫骂声 不要让他再逃脱了 在进入旧城区前堵住他 三环与四环之间 有一片帝都旧城区 里面都是上个世纪见的老破晓 跟一阶之隔的CBD格格不入 如果黑影跑进这里 后面再想追就难如登天了 在旧城区与CBD的交界处 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 两个帽子叔叔举枪 拦住了黑影的去路 黑影顿了一下 但并没有打算束手就擒 只见他从虚空中握住一把弓 左手握弓 右手搭弦 凭空出现一支弓箭 常见夹杂着火焰 呼啸而去 划出一道弧线 警车音声爆炸 波及到两个帽子叔叔 黑影越过烧毁的警车 钻入旧城区 帽子叔叔正要用对讲机球员 特勤人员恰好赶到 我们是国安局非自然式建署之科 这里我们接管了 CBD商业区 行似大裤衩的大厦顶端 一位身姿曼妙的少女 正握着一个单筒望远镜 看着两公里外的这一切 黑色的警身衣 勾勒出凹凸小巧的曲线 而脸上的白玉老鼠面具 遮住了他半张脸 更给人一种超脱现实的神秘感 他的不远处有个胖子 带着猫脸面具 刚挂了电话 笑嘻嘻地对着这位妙龄少女说道 那边说话了 看着这次还得咱们出手 胖子嬉笑着说着 向着少女的身边靠了靠 躁动的左手张牙舞爪 朝着圆滚滚的地方挪去 如果你的这只手不想要了 那就试试 少女的声音清冷 但是透露出不带玩笑的肃杀 胖子的手蹲在空中 思量一番 甘笑两声 缓解尴尬的 嗨嗨 目标跑到哪去了 你可别给看丢了 被这件道具锁定的目标是 不可能跟丢的 玩家ID 火蝎 平级在五级玉横径 天赋能力推测是装备型 他射出火箭的弓 在道具类里查询不到 少女分析着目标的能力 胖子眺望着远处着着火的警车 咋舌笑道 在帝都感到这么大 他也算活够了 阴暗的胡同中 火蝎满头大汗 急切地打着电话 你们说的东西根本不在呢 现在满地都的条子在追我 你们不能就这么不管了 喂 喂 电话的那头 只传来嘟嘟挂断声 别跑了 束手就擒吧 少女的声音冰冷 声音不大 但在胡同里格外清晰 火蝎一惊 以为甩掉的条子又跟上来了 在定神一看 阴影中的身形 分明是个少女 呵呵 吓我一跳 不想死就滚远点 火蝎轻蔑说道 少女不再多言 从阴影中钻出 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到了火蝎身前 手指如刀剑 直指火蝎的驳梗死穴 火蝎来不及躲避 下意识向后闪开 这一记手刀没能打中要害 但也在火蝎驳梗处 留下一道可怖的伤口 火蝎已经达到玉恒镜多年 在剧本世界中也多次死里求生 这一下已知对方能力高低 再看少女戴着的白玉老鼠面具 雕工精细 通体温润 必然也是异世界的道具 老鼠 生肖 乱神馆的人怎么也给官方当走狗了 火蝎捂着脖子 红色的液体从指尖一出 他想起进入华国前得到的情报信息 华国剧本杀虽然起不晚 但是最近几年极为兴盛 组织灵力 社团众多 所以官方采取了一种 打压维稳的自制方针 这样民间组织和华国官方多有摩擦 在华国诸多组织社团中 最为神秘的 是一家叫做乱神馆的结社 管主以下 只有社员十二人 皆以白玉生肖面具遮面 互相之间不知他人身份 而实力 均在六级天旋镜 管主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八级天旋镜 火蝎知道自己捅了马蜂窝了 想靠别人就是不可能了 索性舍命一搏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只见火蝎从怀中取出一玻璃试管瓶 里面翠绿色的液体 散发着不祥的荧光 火蝎犹豫了一下 便一饮而尽 瓶中液体作用时间极快 火蝎割开的脖梗 在以肉眼可见的急速愈合 但是这药剂也给使用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火蝎的表皮轻轻爆起 发出野兽般的嘀吼 眼神中透露出痛苦和疯狂 面具少女察觉到火蝎的异样 决定速战速决 以比第一招更灵力的速度靠近火蝎 手刃直指火蝎的心脏 砰的一声 少女的手停在空中 只见于火蝎胸口只有不到半寸 少女的手腕被火蝎的右手制住 火蝎的境界和能力 原本是完全比不上鼠面少女的 但就这一管神秘药剂就提升了一个境界 这让少女诧异不已 呵呵 抓住你了 火蝎咬着牙说道 火蝎的眼中满是暴虐 左手上的弓突然从中间断开 紧由弓弦相连 两段弓壁如镰刀 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弧 如同蝎子的尾巴刺向少女的后背 老鼠在捕食蝎子 结果被蝎子咬住 蝎尾的毒针却要了老鼠的命 这必无可避 已是死局 火蝎的脸上露出自然选择中胜利者的疯狂 然而 火蝎原本制胜的一招并没有击中少女 她的手臂如尘埃一般消散了 而肩膀的地方喷出鲜血 惨叫声在旧城老巷中回响 远处带着一个猫脸面具的胖子 右手比作枪的手势 笑嘻嘻地调侃道 我劝你别反抗啊 下一次就不会这么走运了 火蝎对这天翻地覆的局势逆转难以置信 但是这断臂的痛苦骗不了人 但是华国十二生肖里 什么时候有了猫了 火蝎心下大脑飞速运转 眼前的胖子莫非也是乱神管的人 来不及多想 再不脱身 他定要命丧于此 火蝎放开智住的少女 丢出一个弹丸 瞬间周围弥漫绿色的烟雾 仅仅一刹那便顿入黑暗当中 少女掩住口鼻 避免吸入毒雾 等到绿色的烟雾消失 火蝎已经不见踪影了 你能失手真是让我意外 把你的手机给我 少女声音清冷 但是明显对猫脸胖子带有怒气 猫脸胖子把手机丢了过去 由于跟少女保持距离 少女接过手机打开了APP 查看上面的信息 眼前的猫脸胖子 做了个双手摊开的动作 表示无可奈何 只是抱怨道 官方说了 要活口 对了 你要把我花掉的分数 和系统惩罚补偿给我 鼠脸少女迟疑了一下 然后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APP 只见上面的分数 快速地转移到另一部手机上 并且可以看到 猫脸胖子下降的境界迅速上升 这是因为 使用天赋技能触发的系统惩罚 竟然被轻易扭转了 随后少女把手机丢了回去 猫脸胖子 检查上面的属性信息 语气中充满了钦佩 每次看到你使用技能 我都惊奇不已 系统竟然会分配出这种能力 真是 她的话还没说完 两个穿着黑色西服的人追到了这里 举枪对准了戴着面具的两人 看到地上的血迹 更是神情戒备 质问道 目标呢 已经被处决了 没 跑掉了 不过受了重伤 猫脸胖子笑嘻嘻地说道 跑了 你知道命令是什么 怎么会让他跑了 走 你们这些玩家有什么用 特勤人员放下枪 嘴里骂道 猫脸胖子眼中收起笑意 看着眼前的人 怎么 你敢对官方动手 你们就是官方养的狗 敢对主人露出獠牙 官方能容忍你们民间团体 已经是宽宏大量了 交给你的事都办不成 特勤人员的话咄咄逼人 一脸嫌弃的表情 看着眼前的猫脸胖子 这名特勤人员 已经达到了三级遥光镜 这在官方中 已经是了不起的境界了 自从这款APP带来改变 华国官方就在培养自己的人才 但是穿梭到剧本中 就会面临不可预料的危险 培养一名高境界的人员 都将付出巨大财力和人员成本 所以官方更加优待选拔出来的尖子 这是他们自傲的本钱 别说了 别招惹乱神馆的人 他们都是异常型的 另一位特勤人员 对自己的同事的不理智劝阻道 在这款神秘的剧本 杀APP现实后 一小部分人发生了异能复苏 系统分给了这些剧本玩家 特殊的天赋技能 强化型天赋 可以额外增强玩家属性 神志型天赋 可以影响他人的认知感官 特异型天赋 可以操纵现实中的元素力 装备型天赋 可以使用特殊的武器和道具 辅助型天赋 可以给予玩家治愈 或者隐身这样的超能力 还有一类 无法归于任意类型的天赋 成为异常型天赋 因为这种类型的天赋 已经达到了 能影响游戏规则的地步 猫脸胖子眼中露出一丝杀意 随后转瞬即逝 裴笑说道 是是是 不过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吗 毕竟把米国渗透的玩家火鞋 打成重伤了 对了 他垂死挣扎的时候 喝了一管生命原液 然后实力境界离奇大增 上面还有骷髅标识 应该跟华国黑市里 流转的违禁品有关 有些想不开的玩家 买了做违法犯罪的勾当 跟官方作对 一定要严惩 哎 你说是不是啊 猫脸胖子回头的时候 少女已经不见踪影了 胖子嘴角抽出了一下 这老鼠跑得真快 那个我还有点事 但我跟你们理科长问好 猫脸胖子说完 一溜烟就跑了 没想到 是个如此灵活的胖子 一阵天旋地转 月朝西在一片 破旧的桶子楼中醒来 他又进入剧本杀世界了 他熟练地打开手机APP 查看这次的剧本 剧本名称 山中鬼楼 难度 A 类型 单人体验恐怖死亡形 剧本简介 山中楼 界中介 里面的人想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 鬼楼的居民撞了头 看不见那天空 不知道那阴晴 地矮的窝棚相拥抱 楼与楼之间紧贴合 火光冲天 掩盖不了阴气森森 每个居民都带着大头娃娃 伏地跪拜 幽暗的楼道间 只有微弱的灯光在闪烁 时不时还有黑影在游荡 譬如踢着灯笼的白发老者 怀孕十八个月的绝美孕妇 杀猪的笑面屠夫 杂指人的沉默阿婆 剃发的剑王大叔 温柔可人的棺材女 他们正宁切地 等待着你的到来 任务目标 发现鬼楼的真相 剧本倒计时 23点59分59秒 越朝西看着简介和任务 不禁皱起眉头 越模糊地介绍 相对玩家来说越危险 剧本倒计时24小时 比之前4至8小时的剧本 有充足的时间来探索剧本 他抬头看向面前的筒字楼入口 这里幽深如城寨 与70至80年代的香港城寨 如出一辙 就算外面晴空万里 里面也依旧阴森森的 越朝西已经是打过 十个本剧本的老手了 这游戏的套路 大致已经了解清楚了 剧本杀游戏 无非就是这么几个步骤 了解故事背景 找到人物关系 有凶手的抓凶手 有机制的打机制 有情感的玩情感 啥都没有的 就是搞笑本了 但是 这次似乎不太一样 之前都是单人惩罚型剧本 根据完成任务的程度 奖励积分 或是给予惩罚 这次竟然是死亡型剧本 难道真的会死 越朝西怕死 上一个剧本 桑北花沙 已经让他有过冰死体验了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现在又要面临死亡 但是一想到 躺在病床上的妹妹秦星蕊 只有活着完成任务 才能维系他的生命 想到这 反而之前的恐惧和迟疑 便不在乎了 然而 这次越朝西 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 更奇怪的是 在App的信息页上 竟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窗口 上面写着 天赋技能 第三章 鬼楼移云 天赋技能 这是之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内容 越朝西心想 莫非是自己打瞌睡的时候 App自动更新了 秉着来过就要看看的原则 越朝西点了进去 上面只写着灰色的三个字 复活币 下面的说明写着 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使用 只有这个 越朝西自言自语道 来回点击屏幕 但是这个复活币是灰色的 明显是不可用的状态 而说明上写的特定条件 又是什么意思 这么模糊不清 也能称之为说明 越朝西叹了口气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越朝西走入城寨 这里的环境如同迷宫 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低矮的窝棚和旧屋相互拥挤 楼与楼之间紧紧贴合 连新鲜空气都被堆叠的高楼隔绝 这里能看到的 只有阴暗 肮脏 潮湿 腐烂和蜿蜒曲折的小象 咚咚咚 远处忽然传来声响 越朝西寻声前去 这声音越来越响 分明是砍刀剁骨头的声音 越靠近这声音 越让人心里发毛 直到越朝西来到一间肉铺前 剁骨头的声音 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越朝西从铁窗的缝隙巷里窥探 扑面而来的血腥和苍蝇 让他睁不开眼睛 不知道何时剁骨头的声音停下了 当越朝西睁开眼睛的时候 一个头带大头娃娃的东西 正和越朝西对视 猙獰的笑脸让人头皮发麻 越朝西下了一个机灵 向后退了一步 黑暗一下就覆盖了里面的人影 这是什么鬼东西 越朝西喘着气说道 过了一会儿 里面又响起了咚咚的剁骨声 这个肉铺实在太诡异了 在情况未明的状态下 越朝西可不想拿自己的命来冒险 但是整个鬼楼城寨 都透露着阴森诡异 都见不到一点活人影子 现在就这个肉铺里 有点活人动静 就这么离开很有可能错失线索 正当他进退围骨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婉转清脆的女孩说话声 哥哥 你回来了 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和妈妈 越朝西回过头 不远处一位少女约有十六岁 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 长得清秀 如明珠声韵 美玉荧光 正笑淫淫地看着越朝西 我 是你哥哥 越朝西指了指自己问道 是啊 你都好久没有回来了 我和妈妈好想你回来 少女说着 欢快地跳着 搂住越朝西的胳膊 洛桑哥哥 快和我回家去 少女一边说 一边拉着越朝西向楼上走去 越朝西并没有反抗 他知道 现在他应该是进入剧本杀的主线剧情了 但是他没有注意 肉铺的舵骨声早就停了 无数双眼睛正从铁栅栏间 窥视着越朝西 他们每一个都带着诡异肮脏的大头娃娃 在拉上楼的过程中 越朝西听着少女在诉说 他的名字叫洛欣 越朝西是他的哥哥洛桑 十年前母亲方佩仪 带着他们兄妹搬到这里 头奔嫁到这里的小姨方雅清 越朝西扮演的哥哥洛桑 离开鬼楼去大城市闯荡 今天终于回家了 哥哥 你要小点声啊 妈妈身体不舒服 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屋子了 洛欣妹妹小心翼翼打开房门 亲手亲脚迈入房间 这个房间很小 厨房和客厅在一起 里面阴影可以看到两个房间 阴暗 狭小 肮脏 越朝西的脑子里 一下印出这些词语 这里相比于孤儿院 环境更加糟糕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客厅桌子上竟然有一份热腾腾的砂锅煲仔饭 诱人的腊肉香气 让这阴冷的房间有了一丝温馨 越朝西心想 把这个房间当做安全屋 如果在鬼楼遇到危险 倒可以来这里躲一下 洛欣打开灯 拉着越朝西进屋 看到桌子前的煲仔饭 露出笑容说 哥哥 妈妈做的煲仔饭 哥哥快来尝尝 越朝西原本一点都不想吃什么煲仔饭 他只想快速通关剧本 但是看到洛欣无邪的笑容 不禁想到自己的妹妹秦新睿 曾经在孤儿院里 如果有一份好吃的 他也会第一个想到自己 嗯 好的 越朝西回忆微笑 洛欣看到 笑得更开心了 但是越朝西突然想到 洛欣说 妈妈已经好几天没有出房间了 那这饭是怎么来的 正想着越朝西抬头 看向过到尽头的房间 顿时吓了一跳 这房间的门上满是鬼话符 这里面不像是房间 分明是个棺材 洛欣 你多久没见过妈妈了 越朝西小心翼翼地问洛欣 洛欣嘴里嚼着饭 思索了一下 说道 嗯 好像有一个月没见到妈妈了 但是洛欣每天回来 都能看到妈妈做的包仔饭 听到洛欣的话 越朝西顿时汗毛树里 这个好妹妹不是在坑哥吧 上来就见鬼妈妈 这房间不仅不安全 而且是危险至极 越朝西来不及多想 拉住大口吃饭的傻妹妹 就往外走 与此同时 最里面的棺材房 竟然发出诡异刺耳的声响 似是指甲在抓棺材板 这声音听得越朝西头疼欲裂 阵阵犯恶心 拉着的洛欣也呕吐起来 他吐出来的 哪里是一粒粒米饭 都是一顿白色的蛆虫 再继续待在这个房间里 等待两人的 一定是必死的结局 越朝西咬着牙抱起洛欣 此刻的越朝西只觉得天旋地转 脚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 若不是提前向外跑出几步 再加上房间小 怕是此时已是房间里的枯骨了 在走出房间的那一刻 诡异刺耳的声音顿时消失了 妈妈 是怎么了 洛欣十分虚弱 担忧地问道 他可能已经过世很久了 现在这里不安全 你知道这楼里哪里安全吗 越朝西不忍伤害洛欣 但是现在根本理不清头绪 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少了 安全的地方 对了 可以去小姨家 他就住在七楼 洛欣恍然大悟 好 就去小姨家 越朝西点头 滋滋 突然楼梯间的灯泡 忽明忽暗地闪烁 越朝西心想 这剧本都不让人休息的吗 他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楼梯间的远处 忽然出现了一位 踢着灯笼的白发老人 头戴一个哭丧着脸的 大头娃娃面具 越朝西谨慎小心地问洛欣 他不是咱家亲戚吧 洛欣像是看到什么吓人的东西 战战兢兢地对你说 这是巡逻的马大伯 可不能让他抓到 巡逻 那不就是保安一类的人 越朝西继续问道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抓到 谁知道 洛欣后面说的话 让越朝西顿时绝望了 因为 被马大伯抓到的人 都不见了 第四章 破局关键 看着远处踢着灯笼的白发老者 越朝西心中不觉胆寒 因为他在孤儿院里 最怕的就是巡逻 如果发现在宵禁期间偷跑出来 抓到就是一顿毒打 洛欣 不论发生什么 都不要松手 嗯 洛欣不会松开哥哥的手 洛欣肯定地说道 越朝西拉着洛欣 朝向楼梯间跑去 不时还回头看向提灯老者 说来奇怪 越朝西看着提灯老者 明明没有动作 但是每次回头 这老者都会靠近一大段距离 越朝西心中大惊 这太诡异了 眼看着老者越来越近 越朝西突然灵机一动 这个提灯老者 会不会是一二三木头人的机制 洛欣 越朝西想到后 马上喊到洛欣 嗯 你拉着我跑 我现在一直盯着这大伯 你就是我的眼睛 我的路标 我相信你 越朝西坚定地说着 同时眼睛一眨不眨地 盯着提灯老者 果然他们之间的距离 慢慢拉开了 这招果然有效 但是周围环境 忍不住让越朝西眨眼 一眨眼 这老者就会拉近一大段距离 更糟糕的是 他们要走的楼梯 试回自行楼道 这里有视角差 根本没法一直盯着提灯老者 刚踏上楼梯的时刻 越朝西就一脚踩空摔倒了 抬起头的那一刻 白色的灯笼已经在身前了 而提灯的老者 竟然已是一具枯狗 眼眶凹陷 黑洞洞地看不见底 越朝西几乎就要昏过去了 但是他能感到 洛欣柔软又温暖的小手 正在奋力 想要把他拉起来 对啊 妹妹还在努力 我又怎能放弃 越朝西内心想着 每一个拐角都是一个挑战 老者最近的时候 几乎要和越朝西脸贴脸了 四楼 五楼 六楼 终于只剩最后一个拐角了 七楼了 到了七楼 就剩下笔直的楼道了 但是让越朝西意外的是 这提灯老者到了六楼 就竟然不追了 到七楼的时候 这老者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越朝西心中松了口气 他们终于甩掉这诡异的老头子了 但是转念一想 难道这提灯老者 是在害怕什么 这七楼 难道有更可怕的东西在 哥哥 呼呼 我们 到了 洛欣喘着气说 越朝西不敢松懈 依旧盯着楼梯口 等确信到老者不会再来了 才转头看向眼前 眼前的这道门 和鬼楼里其他的门并无不同 如果没有洛欣 光靠越朝西一个人 就怕几天几夜也找不到 说着洛欣打开房门 拉着越朝西走了进去 这间房间比三楼的 家要干净不少 可能因为楼层高 这里要晾堂不少 小姨 小姨 我是洛欣 哥哥回来了 洛欣冲着屋里开心地说道 然而越朝西却握紧了洛欣的手 严阵以待 如果情况不妙 随时准备好 拉着洛欣跑 哎 洛欣啊 你说什么 洛桑回来了 只听礼物传来妖娄的女声 接着房门打开 走出一位绝美妖娄的孕妇 眉眼间满是妩媚 看着洛欣和越朝西 满脸笑意 越朝西看到这位小姨 这才稍稍放心 心说 总算遇到个正常人了 美艳孕妇手俯着肚子 让洛欣和越朝西坐下休息 同时给他们两个孩子倒水 还在杯子里 快了一大勺蜂蜜 洛欣看到蜂蜜水 开心得不得了 拿起杯子就喝了起来 越朝西却在警戒地观察 但是看到这位小姨 和善的表情 不觉也放下警惕 刚才被提灯老者追了一路 现在口干舌燥 眼前的蜂蜜水 散发出甜美的味道 实在让人难以抗拒 越朝西端起杯子 小心翼翼地抿了起来 蜂蜜的味道 让人意外安心 这是她第一次 在剧本沙里品尝食物 小姨 我的弟弟什么时候出生啊 我都等了好久了 洛欣喝完蜂蜜水 笑盈盈地问方雅清 美艳的孕妇坐在椅子上 低着头手腹腹部 越朝西看不到她的表情 但是听到她说 是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出生啊 已经十八个月了 越朝西一口喷出蜂蜜水 不住地咳嗽 心里暗骂 这地方也是个坑 吐槽 越朝西就感觉到 周围突然冷了下来 一股寒意侵入骨髓 杯子里淡黄色的蜂蜜水 现在已经变成了红色 同时散发着血液的兴气 洛欣 快跟我走 越朝西拉着洛欣起身 洛欣看着散发着英气的小姨 眼中难以置信 越朝西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刚刚美艳的孕妇 以可不的速度 变成了一具干尸 脖梗畜 还有一道深深的泪痕 越朝西看着这具干尸 若有所思 可是来不及多想 迅速把洛欣拉出房门 随后重重地扣住房门 哥哥 小姨是怎么了 洛欣难以置信地问道 越朝西看着眼寒泪光的洛欣 她知道眼前的妹妹 其实也是剧本中的角色 洛欣是不能理解 这里发生的恐怖事情的 可能她也是这个剧本的一部分 但是越朝西却无法放弃洛欣 因为越朝西发自内心 想要救洛欣 没事 别怕 哥哥回来 就是要带你出去 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 越朝西说道 话还没说完 原本寂静的房间里 突然传来滋滋的声音 像是老鼠 但是声音十分刺耳 并且特别密集 房门微微颤抖 透出啃噬声 这声音让人毛骨悚然 老旧的木门 没有一会儿就破了小洞 老鼠的头在奋力地向外钻 血红色的眼睛让人胆寒 凄厉的叫声 刺痛着越朝西的耳膜 快跑 越朝西拉着洛欣 跑向楼梯间 越朝西心想 下面有提灯老者 只有向上才可能有生机 回头看去 无数只如小臂大小的老鼠 从门里钻了出来 向着越朝西的方向追来 该死 这耗子怎么这么大 这楼里不是在排合废水吧 越朝西说着 一脚踢飞一只大老鼠 但是更多的便衣老鼠围了过来 煞食一只便衣老鼠 咬住越朝西的小腿 刺骨的疼痛提醒他 这一切都是如此真实 如果他们真的被这群老鼠淹没 怕是必死无疑 跌跌撞撞 一直跑到十一楼 这里已经到达天台了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 和阴森森的楼道完全不同 这些便衣老鼠 似乎很惧怕阳光 到了十楼的拐角 便不再追了 有的便衣老鼠 被后面的老鼠挤到了阳光下 发出滋滋的惨叫 越朝西拉着洛心 扑到天台 重回阳光的感觉 实在太好了 越朝西终于能松口气了 回头看向楼梯间 在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里 无数对闪着红光的小眼睛 正盯着他们 鬼楼的天台 就像是一个大垃圾场 各种废旧家具 破柜子 破桌子 被拆散的自行车等等 但是这里也是 视野最开阔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 整片鬼楼 高低错落 密密麻麻 鬼楼里的走廊 如同迷宫 但是从楼顶看 就不难发现 鬼楼有规则地 形成了一个回字形桶子楼 鬼楼的外围 是连成一片的山林 唯有鬼楼一处建筑 正符合山中楼 界中界的剧本设定 越朝西心想 那边应该就是地图边界 天台很有可能是 剧本的安全区 罗欣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越朝西环顾四周 确认不再有危险 便向着这位妹妹问道 哥哥 我不知道啊 这里一直是这样的 哥哥回来后 就都不正常了 洛欣说道 洛欣的蓝色连衣裙 被老鼠咬破 他看着裙子 眼里满是悲伤 这是洛欣最好的裙子了 但是当洛欣看到 越朝西腿上的伤口时 便不假思索地 撕下一块裙摆 给越朝西包扎 谢谢洛欣 我不要紧 越朝西虽然被老鼠咬了腿 但是更加不忍心 洛欣撕坏自己的裙子 他知道 一条裙子 对一个穷困女孩来说 有多重要 越朝西想到孤儿院的时光 自己的妹妹秦心蕊 十几年只有一条裙子 自己立志长大后 赚钱给妹妹买新裙子 而现在 他被病魔缠身 只有自己 才是他唯一的希望 都流血了 怎么会不要紧 洛欣小心翼翼 给越朝西包扎伤口 一瞬间 洛欣的样子和秦心蕊重合了 越朝西摇了摇头 两个影子又重新分开 他现在在剧本里 而现实中 还有人在等他 越朝西闭目对着太阳 重新整理思路 这次的剧本杀 山中鬼楼 任务目标是发现鬼楼的真相 从任务来看 实在太模糊了 现在APP中显示的剧本时间 还有19点59分59秒 只过了四个小时 时间还很充裕 越朝西这么心中估算 那就从简介寻找线索 他现在遇到过的诡异事件 笑面屠夫 棺材女 提灯老者 怀哪吒的孕妇 这些都已经遇到过了 还有扎指人的阿婆 和替发大叔没有遇到过 那么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呢 越朝西在剧本中是洛桑 洛欣的哥哥 他们的母亲是方佩仪 还有早就嫁过来的小姨 母亲和小姨都已经死了 那调查他们的死因 很有可能就是破局的关键 洛欣 嗯 我换个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小姨最近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嗯 哥哥这么一提 好像还真的有 第五章 向死而生 嗯 有什么不一样 越朝西看着洛欣 这个信息很有可能是关键 小姨有个陪家的金镯子 从来不离身的 今天就没有看到 就在他变鬼之前 洛欣想到小姨的变化 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越朝西心想 莫非这是开启了一个任务 给小姨找到金手镯 但是这偌大的鬼楼 找个手镯 简直比登天还难 小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或者说 她生前有什么常去的地方 然后突然又不去了 洛欣沉思了一会儿 突然恍然大悟 对哦 我一周都没看到小姨去做头发了 小姨一周不烫头 太不正常了 小姨可是最珍惜自己头发的 那就对了 小姨常去的是哪一家理发店 越朝西内心激动 连忙追问道 这里只有马叔一家理发店 就在一楼 不过马叔很健忘 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小姨的手镯 洛欣随后补充道 越朝西心想 替发的健忘大叔 这十有八九也是一个坑 但是线下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去理发店看看了 他回头看了看楼梯间 便一老鼠还守在那里 楼梯是不能走了 但是中间的天井是绝佳的通道 天台堆放的垃圾 就成了天然的仓库 废旧绳子还能使用 从破烂自行车上卸下横梁 定 APP中显示获得道具装备 跳棍 物理学圣剑 趁手好用 居家旅行 必备良品 越朝西心中暗笑道 这也能玩梗 不过现在能找到一把好武器 的确是雪中送炭 越朝西在天井边系好绳子 把物理学圣剑别在腰间 准备从天井降到一楼 越朝西和洛欣两人用绳子向下攀爬 原本越朝西还很担忧洛欣一个女孩 但是他身手灵巧 在楼层间速降比越朝西还要迅速 下降到一半的时候 阳光就像是被隔绝一样 周围环境一下就阴冷下来 越朝西总感觉到 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这目光让越朝西后背发麻 但是透过天井和楼道 直接肮脏的窗户 只能窥见一片黑暗 没有一丝生气 来到一层 这里的一间住房被简单改造 破败的发廊灯也已经不转了 这里应该就是马叔的理发店了 因为门梁上面粗糙的刻着马大致理发 叮铃 推开理发店的大门 门框碰到门铃 发出刺耳的响声 迎面扑来阵阵恶臭 就像是把头埋在流浪汉的头发里一样 油腻腻的一股嗖头油的味 房间内灯光昏暗 走袋狭窄 并排四把理发椅和四面等身镜 不过这四面镜子都破碎得不成样子 映出好几个月朝夕和洛欣的样子 看得人内心发出 月朝夕看了看洛欣 同时手握住撬棍 如果再有奇怪的东西蹦出来 就先下手为强 洛欣也是一脸不安 声音有点发怯 试探着问道 马叔 你在吗 在呢 在呢 李屋发出中年男人的声音 这声音发闷 像是在被子里发出来的 哒哒哒 皮鞋打到地板发出声响 从李屋走出来一个 带着诡异大头娃娃的中年人 看不到他的长相 只有男性大头娃娃 迷成月眼的诡异笑脸 上身穿着泛黄油腻的衬衫 发挥的西服裤上 有好几块布丁 皮鞋倒是意外被擦得发亮 你们来礼发 还是来剃头 这大头娃娃 是怎么回事 月朝夕小声问身边的洛欣 这里的习俗是 中元节带着大头娃娃 这一天死去的人会回来 带着大头娃娃面具 人和鬼见面就不害怕了 但是中元节早就过了 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还戴着 洛欣语道 你们来礼发 还是来剃头 带着大头娃娃的马大志又问道 马说 我小一方雅清 最近有没有来这里烫头 他的镯子好像丢了 我们想过来问问 洛欣问道 方小姐 他每周都会来我这里烫头 他的手镯 大头娃娃陷入沉思 然后突然顿了一下 抬起头看向月朝夕和洛欣说道 你们来礼发 还是来剃头 在昏暗的灯光下 这场景实在太过诡异了 洛欣被吓到了 向后退了一步 月朝夕灵机一动 对着大头娃娃说 我埋烫头 烫头 在里屋 大头娃娃顿了一下 重新歪着脑袋问道 你们来礼发 还是来剃头 呃 我好像忘了什么 月朝夕心想 这大叔已经不能算做健忘了 这简直只有七秒钟的记忆 但是现在来不及跟这位健忘大叔纠缠 月朝夕拉着洛欣月国大叔 直接进了里屋 到了里屋 月朝夕瞬间汗毛倒立 房间里有两根绳子 两端定在墙上 绳子上密密麻麻挂着的 是一捆一捆的头发 地上散落的也是密密麻麻的头发 已经几乎把地板都覆盖上了 这种密集恐惧让人头皮发麻 但是房间尽头的理发台上 有着什么东西在发着光 月朝夕仔细看去 这分明就是一个金手镯 看来来对地方了 月朝夕心想 他拉着洛欣往里走去 周围挂着的头发扫在月朝夕的头上 脸上 手臂上几乎让人抓狂 洛欣紧紧靠在月朝夕身后 脸埋在他的后背上 柔软和温暖 让月朝夕有些安心 的确 如果他不能挺住 他的妹妹该怎么办 一步接着一步 终于走到跟前 金色的手镯掩盖在屡屡发丝下面 月朝夕一把抓起金色的手镯 同时还有纠缠在上面的头发 绵密的发丝 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 还有些粘手 这头发上分明都是血 已经凝结的血迹 月朝夕顺着头发看到发烧 这上面连着的干枯的黄色组织 竟然是人的头皮 他再回头看挂在绳子上的 那一捆一捆的头发 上面都连着头皮 这些头发都是被人连着头皮割下来的 此时房间门口 带着大头娃娃的马叔 歪着头走了进来 悠悠地说着 啊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杀人了 大头娃娃 掏出满是血污的剃头刀 发出刺耳的笑声 头发 我喜欢这些头发 还有你的 你们的 这个人是个疯子 说着扑向月朝夕和洛兴 月朝夕掏 掏出物理学圣剑 撬棍 一棍子打在这疯子手上 俗话说 一寸长一寸强 这四十米的撬棍 会教他好好做人 这疯子一下就被打蒙了 月朝夕正满肚子血火 被吓了这么久 也终于要扬眉吐气一番了 又是一闷棍 向上一条打在大头娃娃面具上 整个头套面具被打飞 露出一个丝丝纹纹的中年男人 男人的手臂上流下血液 正在此时 房间里的头发 竟然骚动起来 第六章 治愈心灵的剧本 马大志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 还是单身一人 他的父亲是这寨楼的寻楼 楼中楼 寨中寨 原本就是一座桶子楼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来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一间房一个屋 不断扩张 成了现在的寨楼 有些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 就像出生在这里的马大志 他年轻的时候 也有过梦想 想着有一天可以走出这里 但是他最终还是留下了 当你生活在这里以后 你就成了他的一部分 习惯这种东西 一旦形成 就难以改变 最后马大志成了城寨里的一位剃头匠 他一辈子没有过女人 但是却做着和女人们 接触的最亲密的工作 抚摸他们的头发 让他们每个人都心满意足 但是某一天 马大志开始健忘了 阿尔兹海默症 他才三十五岁 这个病症让他想不起来 丧失记忆 几乎所有记忆 只有女人的头发 才能让他兴奋快乐 终于有一天他 获得了他的快乐 他满手都是血 手里拿着头发和剃头刀 身前的女人 瘫软在发廊椅上 他的父亲回来了 斥责了他 然后女人不见了 只剩下了马大志的快乐 有一天 城寨又来人了 是从外面嫁进来的女人 她叫方雅清 月朝西惊奇地发现 周围的头发 像是有了意识 冲着马大志蔓延过去 然后缠在他的身上 原本挣扎着的男人 突然放弃了抵抗 他的脸上露出变态的笑容 头发慢慢覆盖他的全身 然后从他身体上的 孔隙间钻了进去 男人发出痛苦的哀嚎 但是没有一会儿 就没有声响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月朝西来不及反应 在马大志被头发淹没后 这些头发又向着月朝西蔓延过来 月朝西心中一惊 他不想和那个变态 落得同样的下场 挥舞着翘棍 想要开辟一条路出去 翘棍虽然贵为物理学圣剑 但是打在头发上 就跟打在棉花上一样 根本没有作用 没挥舞几下 就被头发缠住 然后卷到发堆里 月朝西一试了物理学圣剑 心里有点失落 但是越来越多的头发 开始缠绕住他的身体 这些头发坚韧如钢丝 根本撕扯不断 再继续下去 月朝西必定死在这里 此时 洛星在月朝西身边 他也在奋力撕扯月朝西头发 但是这些鬼头发 对他似乎不感兴趣 并没有攻击洛星 月朝西脑筋急速思考 鬼头发不攻击女人 那这个变态 是怎么活下来的 对了 月朝西突然想起洛星说过的话 大头娃娃面具 洛星 帮帮我 洛星一下就明白了月朝西的意思 从变态的尸体边 捡起被打落的大头娃娃面具 哥哥 接着 月朝西在被头发淹没的前一秒 接住大头娃娃面具 套在了自己的头上 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 鬼头发已经盖住他的脸 他凭住呼吸 等待死亡的结局 然而 戴上大头娃娃面具后 鬼头发也停止了缠绕 这一招有用 月朝西慢慢从鬼头发中挣脱 和洛星小心翼翼地退出房间 离开理发店 月朝西发现 APP中的物品栏更新了 大头娃娃面具 中元节 曾经死去的人会回来 戴上面具 让人分不出鬼 鬼分不亲人 黄金手镯 做工精细 纯金打造 价格不菲 在剧本杀世界中 如果获得了和剧情相关的物品 都是可以在APP中显示的 但是大多数物品都没法带回现实 但是听说 在剧本结算的时候 会奖励玩家 道具 装备 物品 材料什么的 月朝西也没见过 只在论坛里 听剧本玩家们聊得火热 月朝西再次查看着黄金手镯 陈甸甸的 一定价值不菲 如果能带出剧本 肯定能卖不少钱 理发店里 还有多余的大头娃娃面具 月朝西也给洛欣戴上 果然 在戴上面具后 之前看到的变异老鼠 就不再攻击他们了 并且 月朝西和洛欣 竟然看到了其他 带着大头娃娃面具的人 他们都是 这座鬼楼的居民 一路没有阻碍 回到七楼小姨的房间 月朝西和洛欣心情忐忑 生怕小姨跳起来害人 但是打开房门 里面却安静异常 仿佛之前小姨事便 没有发生过一样 进入房间 不见小姨身影 真怕突然来个跳脸杀 此时 原本没有任何反应的手镯 却开始微微震动 像是在引导月朝西和洛欣 去到卧室 这手镯怎么变成了 月朝西警惕地走在前面 打开卧室门 里面的景象 让月朝西和洛欣 惊得说不出话 这卧室里 分明布置的 就是一间婚房 但不是给活人准备的 是给死人冥婚的 大红床单和被子 似是鲜血般通红 被子下面 似乎是躺了什么 还在微微颤动 墙上的双喜字 皱皱巴巴 扭曲变形 红色的窗帘 拉得严丝合缝 把整个房间映得烟红 小 小姨 洛欣不敢相信 颤颤微微 想要去翻开床上的被子 月朝西抓住洛欣 悬在空中的手 挡在他的身前 俯身翻开被子 这 被子下面没有预想中的尸体 只有用木头雕出来的一个男人 木头已经有年头了 银黑腐朽 散发着血腥味 人脸的位置 深深地刻着 这个男人的名字 柳冰 正当月朝西靠近观察的时候 这木头人的脑袋 竟然歪了过来 与月朝西的脸 近在咫尺 卧槽 月朝西吓得后退 这一景象 实在太可怕了 然而这木头 男人的头歪向一边 月朝西顺着方向看去 目光看到墙上的衣柜 月朝西手中的金手镯 同时也发出剧烈震动 月朝西小心翼翼地打开衣柜 里面竟然是一具干尸 再仔细看 这干尸长发飘飘 亦栩栩如生 而这衣服 不正是小姨穿着的衣服 这就是小姨 方雅清 月朝西大惊 这女人的子宫 竟然被人给偷去了 干尸的腹部被人残忍割开 里面空荡荡的 再看干尸的脖梗 是向后断裂 脖梗向前折断为上吊自杀 因为脖梗经不住身体的重力 脖梗会被绳子勒断 如果脖梗向后折断 必定是有人 在身后用绳子锁喉造成的 必是他杀 而干尸的 除了肚子被剖开 脖梗断裂外 并没有其他伤口 这 这不可能 月朝西看过之后 低头自言自语 什么 不可能 洛欣不解地问向月朝西 然而月朝西的话 更是投出诡异 我想错了 杀人的不是他 第七章 真相大白 月朝西原先的推理是 理发店的马大志 是幕后黑手 他常年生活在城寨中 单身孤僻 引发了对女性头发的 极度变态心理 又加上阿尔兹海默症 成了杀人狂 马大志的父亲 马伯发现后 用巡逻的权利 替儿子掩盖杀人的事实 处理尸体的方法 也很简单 鬼楼只进不出 这里几乎自己自足 这尸体都进了 这城寨里唯一的肉谱 方亚青长相美艳 还有一头柔顺的长发 这一定会成为 马大志的目标 月朝西也认为 马大志就是杀人凶手 但是 马大志杀人 必定会包掉 被害人的头皮和头发 而方亚青干湿的 头皮头发完整 马大志一定不是 杀死小姨的凶手 月朝西给洛欣解释了 他的想法 那哥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洛欣不解地问道 月朝西摇了摇脑袋 让自己头脑清醒一点 他已经在这个剧本里 待了16个小时了 感觉异常疲劳 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很接近了 离真相已经很接近了 还差一点 到底是谁做了这些 月朝西在房间里踱步 突然他看到柜子上 和木头男人身上贴的符咒 这跟三楼棺材妈妈 上面贴的符咒是一样的 他联想到之前玩过的 一个剧本 莲花罐 里面倒是招魂的符咒 和这个简直一模一样 难道 月朝西心中 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转头问向洛欣 这鬼楼寨城里 有没有会画符念咒的人 嗯 要说画符念咒 那一定就是柳阿婆了 楼里的人如果有事 都是去找柳阿婆问的 那这位柳阿婆在哪呢 月朝西问完之后 心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和洛欣一口同声地说道 杂纸店 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了 只有这个地方还没去 剧本简介中 不会告诉玩家废话 所有的事物都是有联系的 这就是剧本杀 来到杂纸店 这里是鬼楼最阴暗的地方 走廊里呼啸的风声 听得人发毛 如果深渊离惨叫的冤魂 月朝西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如今通关在即 怎么能就这么退缩 来的路上 身边的洛欣 已经把柳阿婆的事都说了 阿婆人很好 和邻里关系和睦 但是阿婆的儿子阿兵 从小身体就不好 一直卧病在床 哥 别担心 柳阿婆不会害我们的 月朝西尴尬地苦笑 心中抱怨 我的妹啊 你老坑哥了 希望你能对一次 洛欣说着 打开了杂纸店的门 杂纸店里阴森森的 左右都是架子 架子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指人 男人 女人 老人 小孩 神态各异 还穿着不同服装 在阴暗的屋子里 就如同真的有两排人一样 中堂香岸上 燃着四根蜡烛 这就是屋里唯一的光源了 香岸旁边有两张太师椅 一张空着 另一张坐着一位 勾搂着身躯的老太太 她就是柳阿婆了 这柳阿婆 没有戴大头娃娃面具 只是她一动不动 露出的手臂 像是一副骨架 只有干枯的皮肤贴在上面 听到开门的声音 这副骨架动了动 只见这如同枯稿一般的老太太 缓缓抬起头 看向月朝西和洛欣 当她看到月朝西的时候 眼睛微微睁大了一点 竟然还有活人 柳阿婆的声音空洞幽深 像是从腹部发出来的 阿婆 阿婆 你看哥哥回来了 阿婆 楼里出事了 小姨死了 妈妈死了 马伯 马叔也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 洛欣一股脑 问了好多问题 这些问题 也是月朝西想要问的 柳阿婆默默地听洛欣说完 然后看向月朝西 默默说道 年轻人 你是第一个走到这里的活人 我犯的错 害了所有人 老太太继续说道 我的儿子出生体弱多病 活不过十八岁 为了救我的儿子 我用六丁六甲给他续命 可是 他还是在十八岁的时候 没了 但是我意外发现 这六丁六甲阵 留住了他的魂魄 我太想他了 我和老伴老来得子 怎么忍心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动了戒尸黄昏的念头 从外面给他娶了一方鬼媳妇 希望能把我的儿子阿兵生下来 但是我的老伴 他怎么就变了心了 月朝西走进柳阿婆 虽然柳阿婆虚弱地只剩一口气在 但是月朝西知道他 还是个活人 没带大头娃娃面具的 或者可以摘下面具的 一定是人 而剩下的 就都是鬼楼里的鬼了 这柳阿公到底做了什么 让鬼楼成了鬼楼 这真相就在眼前了 我的老爸 他会先毛山倒数 但是他觉得 复活儿子有为天道 中途反悔 用绳子勒死了儿媳妇 还想用他的那柄桃木剑 杀死阿兵 唉 柳阿婆说着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仿佛回忆起那恐怖的过往 那肚子里怀的根本不是阿兵 那是一个鬼 鬼胎 死者的怨气所凝结的鬼胎 那鬼胎跑出来后 在这里害人 吸活人的阳气 他响生到这世上 我后悔啊 因为一己思念 害死那么多人 但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那东西 已经吸够了阳气了 突然柳阿婆抬起头 空洞的眼睛 死死盯着月朝西 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 慢慢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很累啊 月朝西听柳阿婆这么一说 顿时有种汗毛倒立的感觉 她在剧本当中 怎么会疲劳得这么快 明明是在Apply 为什么从某个时刻开始 她就感觉不太一样 难道 一种恐怖的想法 在她心中生起 为什么自己会越来越累 为什么手镯会越来越沉 在拿到金镯子后 一切都过于顺利了 月朝西以为是 大头娃娃面具起了作用 其实是因为这个鬼胎 这该死的鬼胎 一直在吸月朝西 这个活人的阳气 因为这个鬼胎在 所以楼里的鬼都不敢出来 柳阿婆的生命即将燃尽 她努力喘着气说道 老头子的倒数能驱邪杀鬼 现在的法门就是儿媳妇戴着的金镯子 现在她已经吸足了阳气 做什么都已经晚了 鬼胎 里面的人出不去 外面的人进不来 你走不出去了 第八章 生死一线间 此时的月朝西感觉到一阵炫愈 如同精华被抽干 月朝西拿出金手镯丢了出去 没想到这东西把自己坑了 又是一阵炫愈 让月朝西几乎摔倒 洛星连忙扶住摇摇欲坠的月朝西 此刻鬼楼里风声大作 如鬼哭狼嚎 阴气阵阵怨声四起 洛星焦急地问柳阿婆 阿婆 现在该怎么办呀 阿婆 柳阿婆默默摇了摇头 鬼胎已经成形了 他很快就会降临 月朝西手撑着桌子 和枯稿般的柳阿婆对视 没有一丝闪躲 你们做得饿 让我们来认命 别逗了 我不认命 不认人胎还是鬼胎 告诉我方法 我来解决 柳阿婆看向眼前的年轻人 眼中微微闪起亮光 说道 老头子茅山倒树 可以杀死鬼胎 不过这都已经失传了 但是他的那柄桃木剑还在米铺的大缸里 你可以用那柄剑杀死鬼胎 不过那柄剑竟在米缸太久了 鬼胎无数冤死的魂魄 早已浸染了这柄剑 能不能用 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柳阿婆说完这句话后 身体脱力 完全贪软在太师椅上 中堂相案的蜡烛同时熄灭了 如同这位老人的生命之火 叮 手机清脆的铃声响起 月朝西掏出手机 App里显示的剧本 山中鬼楼 原本就是恐怖本的封面 让人胆寒 现在已经被大片的血红色覆盖 在屏幕上流淌 剧本时间还有四个小时 任务清单已经更新 杀死鬼胎 活到最后 月朝西心中暗骂 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 洛欣 我们去米铺 月朝西队还在悲伤阿婆 离去的洛欣喊道 然而洛欣却站在原地 他的话语饱含悲伤 哥哥 我是不是也已经死了 月朝西顿在原地 如梗在喉 其实他已经预想过这种情况了 鬼楼里没有活人 他就是剧本沙里的NPC 他只是扮演剧本中的妹妹而已 洛桑 哥哥 我努力回忆我们小时候的事情 但是我想不起来 我以为我忘了 直到阿婆说了之后 我才发现 可能我没有这记忆 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 洛欣说着 眼泪从眼眶中流出 与其悲伤又夹杂着绝望 发现真相的绝望 不 你是我妹妹 我们一起看书学习 一起吃饭 一起在院子中玩 一起闯祸 被嬷嬷骂 月朝西抱住洛欣 用话语安慰这个女孩 把那个孤儿院里妹妹的故事 说给洛欣 突然内心深处 迸发出怜悯与爱惜 月朝西说道 我愿意你做我的妹妹吗 愿意 定 手机系统音响起 是否使用天赋技能 月朝西连忙打开APP 原本灰色的天赋技能 现在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是 定 紧接着一连串的系统音响起 角色ID 洛欣 确认使用复活币 技能生效 属性面板与玩家月朝西共享 力量 24 敏捷 20 精神力 10 体质 22 力量敏捷体质 这些基础属性 是月朝西的4-5倍 只有精神力低于月朝西 天赋技能 光影相生 说明 与宿主感情越好 距离越近 对基础属性的增强越多 系统音结束 随之洛欣的身上 散发出淡金色的光芒 如蜕变一般 月朝西已经成了他的宿主 哥哥 我感觉不一样了 月朝西则在旁边 一副难以置信表情 这技能属实有点厉害 此时鬼楼里阴气逼人 原本空无一人的走廊里 现在全是带着大头娃娃的行尸 看到月朝西和洛欣 就像豺狼看到猎物 全部都扑了上来 月朝西被吸了阳气 现在依然十分虚弱 但是刚刚蜕变的洛欣 已经不再是柔弱的小女孩 反而 呃 有点暴力 一拳击碎一只行尸 把月朝西看得瞠目结舌 月朝西心想 这洛欣也太强了 有他在什么鬼胎 都得给打了 一路横扫 直到米铺 这里早已荒废 然而米铺里 却有一大缸深深嵌在地上 缸里全是白花花的大米 这就是阿婆说的米缸 洛欣想要去米缸中取剑 但是米缸外面 源源不断有大头娃娃行尸攻来 如果洛欣不在 月朝西怕事一刻也顶不住 洛欣 你挡住行尸 我去取剑 说完 月朝西一下 将手伸入米缸 然而 让月朝西惊奇的是 这缸似是没有底一样 即使肩膀已经没入米缸 把整个上半身都钻入米缸 依旧摸不到底 看来只有整个人钻进去 才能探到缸底了 月朝西深吸一口气 一个猛子扎入米缸 这米缸里的米 如同水一样 月朝西奋力向下游 一颗一颗的米粒 像是钉子一样 滑在月朝西的脸上 手臂上 月朝西根本睁不开眼睛 月朝西就闭着眼睛 在米中找剑 然而越向下游 这米越紧视 越把人割得生疼 直到月朝西摸到了 人的胳膊 一瞬间 月朝西几倍发凉 这大缸下面 竟然全是死人 月朝西只能硬着头皮 在死人堆里向下挤 这些尸体已经腐烂 摸上去满是粘液 让人头皮发麻 月朝西心中大骂 这米缸 竟然是用来镇压尸鬼的 这老太太不早说 那这陶木剑 很有可能就是镇眼 如果猜对了 闭在正下方 又猛地向下一钻 果然摸到了剑柄 但是突然一股恶寒 从手臂传了上来 刘阿婆说过 鬼楼里枉死之人 都已经化为恶鬼 这陶木剑镇压已久 早就被怨气侵染太久 竟然也生出怨灵了 这剑中怨灵 正死死拉住月朝西的手臂 想要把他困死在这里 更糟糕的是 原本镇压的尸鬼 因为月朝西强行拔剑 而纷纷活了过来 腐烂的手臂 抓住月朝西的肩膀 手腕 脚踝 并且越抓越紧 此时月朝西听到剑中有声音 虽然听不清楚 但是月朝西能感觉到 是剑中生出的灵 要他松手 只要松手 就能镇住活过来的尸鬼 不 我不松手 月朝西喊道 如果他失败了 洛星也会死在鬼楼 如果他死在鬼楼 孤儿院里的秦星蕊 要谁来拯救 唯有放手一搏 才有一线生机 你个死宅剑灵 给我出来 月朝西大喊一声 陶木剑阴声拔出 周围的尸鬼 已经把月朝西困死 但是这陶木剑中 有一股莫名的能量 灌入月朝西的体内 这能量 让月朝西想要怒吼 想要破天出 只见月朝西手握陶木剑 在尸鬼中横批树砍 触碰到的尸鬼 瞬间化为积粉 又是一灯 月朝西猛然钻出米缸 这剑终于到手了 第九章 通缉令 拿到陶木剑后 月朝西只感觉到精气回来了 这剑中蕴含着一股灵气 定 手机系统音响起 陶木剑 装备 唯一 毛衫倒是配件 有降妖除魔的功效 但这一把 似乎被怨气侵染太久 生出怨灵 威力大增的同时 有被反噬的风险 俗话说 收益越大 风险越高 高风险高回报啊 月朝西苦笑道 洛欣看着破缸而出的月朝西 欣喜不已 而屋外一大波行尸 如同潮水一般 像米铺涌来 颇有食堂开饭的感觉 月朝西手握陶木剑 正想试试这装备的威力 对着洛欣落过来的行尸 横批一剑 陶木剑剑身大约二十厘米 比正常刀剑要短 但是这剑有怨灵加持 锋利异常 剑身上刻着的毛山道纹 隐隐发出微光 与行尸 这邪物有反应 只一剑 这行尸就被拦腰砍断 随着剑身道纹 微光闪烁 倒在地上的行尸 即刻化为积分 月朝西反而觉得 这剑更轻巧了 似乎能吸收 这行尸邪气 剑锋锐气更强了一分 洛欣看到露出笑容 哥哥太厉害了 月朝西回忆微笑 有了这装备 砍杀眼前的行尸 如在割草 没一会儿 上百只大头娃娃行尸 全被斩杀 从天井向上看 鬼楼之上的天空阴云密布 竟然形成一股窝旋 原本已经寂静的鬼楼里 悠悠传来婴儿的乌夜声 这声音听得月朝西头皮发麻 鬼楼里郁郁的鬼胎 即将出世 这婴儿乌夜声 正是从最开始的棺材房里传出来的 来到这最初的房间 里面一片狼藉 竖着的棺材盖已然打开 空空荡荡的 月朝西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些蛛丝马迹 正在此时 月朝西觉得背脊有些发凉 好像有毛发扫到了他的后脖子 月朝西抬头一看 一个劈头散发的女鬼 正伏在他的头顶 这鬼妈妈四肢反向弯曲 如同一只人形蜘蛛 看得人心生畏惧 更让人发麻的是 这鬼东西 快速地朝着月朝西爬了过来 月朝西心中大骂 我最讨厌没有边界感的鬼 赶忙连连后退 一直被逼到墙角 看着这么凶的女鬼 实在有点顶不住 洛欣看月朝西的表情 阴晴不定 明显有些生气 这女鬼怎么抢人 只是一瞬间就跃起三米高 一把把女鬼拽下 狠狠摔到地上 自从月朝西成了洛欣的宿主后 洛欣的实力大大增强 外表看着是个柔柔弱弱的女孩 实则力大无穷 看来Apple说的是真实的 洛欣的属性 已经是成年男人的四至五倍 而被拽下的女鬼仰面朝上 洛欣看到女鬼的脸之后 竟然愣在原地 因为这女鬼分明就是洛欣的妈妈 她愣神的这一刻 女鬼的腹部裂开 露出一个婴儿的脑袋 就要扑到洛欣的身上 千军一发之刻 月朝西为救洛欣 刺出陶木剑 稳稳击中鬼鹰的脑袋 剑身深深没入脑壳 一直卡到剑柄 谁知道这鬼鹰生命力极强 被刺穿脑袋都没有死 满是血污的鬼手 竟然抓住月朝西的手臂 月朝西当时被吓了一跳 手不自觉松开了陶木剑 这鬼鹰儿竟然顺着手臂爬了上来 卧槽 鬼鹰儿的脑袋被陶木剑刺穿 挂在头上 蹊跷流出黑色的污血 张牙舞爪的 扑向月朝西的面门 突然 一只手掐住了鬼鹰儿的脖子 扼住了命运的后颈 鬼鹰儿直接被抓了起来 这胆大欣喜的妹子 正是洛欣 月朝西看着洛欣眼中满是悲伤 还有满腔杀意 鬼鹰儿还没搞清状况 张牙舞爪的反抗 惊叫 只见洛欣握住扎在鬼鹰儿头上的陶木剑 用尽全身力气向下切割 活活把这鬼鹰给劈成两半 终于结束了 定 系统音响起 剧本 山中鬼楼 主线任务已完成 隐藏任务已完成 剧本奖励结算中 获得三个积分 获得装备 陶木剑 获得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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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欣 APP发出刺耳嘈杂的系统音 玩家境界提升 随着结算完成 月朝西慢慢被微光包围 看来剧本结束了 他马上就要被传送回现实 月朝西看到依然失落的洛欣 趁着传送还没开始 冲到洛欣身边 搂住这女孩 洛欣满眼悲伤 看着已经死去的女鬼 扑在月朝西怀里 发出断断续续的抽气声 22点45分13秒 水炉室 月朝西睁开眼睛 他依旧坐在那间破败的商铺里 外面的仍是黑夜 他自以为只是做了一场梦 剧本中时间流速和现实中是一比一的 至少现在 他确定是这样的 月朝西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站起身 椅子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在深夜格外刺耳 洛欣 他喊了一声 但是并没有人回忆 月朝西有些落寞 看来只是他的一厢情愿 怎么了 哥哥 正当月朝西低头失忆时 一位女孩从二楼走了下来 他穿着有些破烂的蓝色连衣裙 但是面容清秀 掩不住美女气质 洛欣竟然从剧本中出来了 月朝西一脸震惊 虽然他期许过 但是当真的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这间店铺一层是商铺 二层有几个房间 月朝西就住在二楼 洛欣传送回来的时候 月朝西还在椅子上倒头大睡 所以 洛欣就没叫醒月朝西 先是把房间转了个遍 咕噜噜 洛欣肚子里的叫声 再黑夜也格外响亮 如果没不是这声提醒 月朝西都没意识到 自己的五脏庙 也早已连连抱怨 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 先去吃饭 金拱门和开封菜 一直是深夜首选 月朝西更喜欢开封菜一些 他就是稍微有些担心 怕洛欣不认识汉堡和可乐 然而 这位力大无比的妹妹 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可太高了 鸡腿宝和可乐套餐一扫而光 一份一份不断加餐 当他成为从者 进入现实世界的时候 现实世界的认知与常识 就自动进入他的脑子了 虽然没有见过汉堡可乐 但是他也知道 在洛欣大快朵鱼的时候 月朝西打开AP确认 果然多了洛欣的信息界面 上面的属性值 远高于月朝西这个普通人 还有物品栏里 多出了一件唯一的装备 桃木剑 月朝西点了一下桃木剑 他下意识在空中一握 凭空就取出一柄短木剑 剑身上的稻纹和剧本中一致 而这剑中的冤魂戾气 让月朝西不禁打了个哆嗦 感觉周围环境都冷了下来 还好深夜开封菜 没什么人 只有远处柜台后面的打工人 走去调了调空调 月朝西坐着可乐 收起桃木剑 随手打开剧本杀玩家论坛 这里面都是剧本玩家 除了道具交易的广告外 还有一些剧本攻略 和玩家间的八卦信息 当中最新置顶两张帖子 其中一条与月朝西竟然有关 仅号号外 影原镜最难晋级剧本 山中鬼楼达成手通 官方高价悬赏手通攻略 楼主 老司机不带机 据舅舅可靠消息 影原镜晋升洞明镜最难剧本 山中鬼楼 已有人手通 作为一级新手阶段 唯一的死亡型剧本 终于被人攻克了 舅舅透露 此次手通 不是官方人员完成 正在寻找手通玩家 求够通关攻略 如果有奖励的道具物品 楼主高价收购 只有你不敢提的价格 没有LZ出不起的钱 PS 也可以误换物 帖子下面还有几十条跟帖 月朝西才出剧本不到一个小时 论坛上就有通关信息了 这剧本堪称新人杀手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天台狗 24个小时等着失败出剧本 急凭打工人 我就经过这个剧本 恐怖本吓死人了 LZ说还不是官方打通的 真给咱们玩家长脸 不知道这大佬是谁啊 国族进青楼 就算有攻略也不给官方 他们的资源攻略 只给自己人都不共享 现在伸手要 脸皮真厚 还有LZ 高男剧本大概率会有急凭奖励 你这算盘 想得我在家都能听见 老司机不带机 楼主 你这么说就狭隘了 民间和官方都是玩家 免不了合作 而且还有高额悬赏 另外 我收东西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一直是公平交易 童所无欺 国族进青楼 呵呵 LZ晚尊 急凭打工人 LZ晚尊 月朝西新说 怪不得山中鬼楼这剧本 差点把命搭进去 原来这剧本这么难 以后进本 一定要做好准备 不能再这么冒进了 再看看高额悬赏攻略 对于缺钱的月朝西 诱惑力极大 但是身旁开心吃着汉堡的洛新 这通关过程实在太难解释了 月朝西叹了口气 只好作罢 再看看桌子上放的陶木剑 不觉有点想把他卖了的冲动 这么厉害的装备 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 谁知道月朝西刚有着贪婪的想法 周围的寒意 就立刻加深了几分 仿佛剑中怨灵要冒出来 撕了月朝西 吓得他赶紧打消了念头 另一条置顶帖子 盖楼层数更高 是官方发布的 警号通缉令 玩家ID 火蝎 极度危险 如有知情人士 请立刻与官方联系 经官方调查 火蝎系境外渗透势力 在华国进行间谍活动 以杀死五名官方人员 极度危险 推测能力有五级预横镜 装备型天赋技能 在帝都抓捕中 左臂被击断 身受重伤 月朝西还没有看完帖子 目光就被前方吸引 嘴里的吸管也掉到地上 开封菜的自动门打开 走进来意味满身是血的人 而这人缺失了整只左臂 第十章 最后一顿开封菜 月朝西低头看了看手机 再抬头看看眼前的蒙面人 惊得说不出话来 不会这要巧吧 我就只想吃个夜宵 水卢市和帝都 相距少说没一千公里 也有八百公里 这么远也能遇到 你好 可以扫码点 餐 开封菜深夜客人少 员工也少 原本类的犯困 看到火蝎被吓得精神了 我就是个打工的 钱在收音机 火蝎看都不看收音机 环顾了一圈后厨 最终把视线 落在取餐区的套餐上 用右手一把揣到怀里 月朝西身边的洛欣大快躲移 心里想着 原来现实中的人 Costway是这样的 根本没有意识到是打劫 看到自己的开封菜被抢了 一下就不高兴了 那鸡腿不是我的 旁边的月朝西 眼睛睁得老大 心中大喊 妹妹我再给你买 求您别坑哥了 这喊声让火蝎注意到了 月朝西和洛欣 火蝎看到桌子上的桃木剑 突然眼中露出杀意 右手凭空拿出一把 如镰刀一般的武器 直接冲着月朝西劈了过来 刀锋划过空气 发出锐利笑声 直至月朝西的面门 桌子上原本不动的桃木剑 竟然自己弹起 正 镰刀被桃木剑一击偏斜 划过月朝西身边 刺入沙发椅上 洛欣看到火蝎要杀月朝西 顾不上之前 答应月朝西隐藏实力的约定 起身冲着火蝎就是一拳 火蝎收回右臂格挡 可是他不知道 洛欣的力量是普通人的四至五倍 这不起眼的一拳 堪比重量级职业拳手的权力一击 不到半米的距离 拳风吹得月朝西脸颊变形 砰的一声闷响 骨骼碎裂的声音听得让人发毛 火蝎竟然被不起眼的小女孩 打飞出去机密 嵌在地上的桌子都变形了 火蝎眼中满是震惊 原本就已是重伤 现在又被洛欣吹了 另一只胳膊 二话不说 夺门头 站住 洛欣翻过桌子 去追火蝎 或者说他的汉堡 一切发生得太快 月朝西都来不及反应 比起火蝎 月朝西更担心洛欣的安危 带上桃木剑追了上去 同时眼神对打工小哥抱以歉意 这剧本杀实在太好玩了 这Abby竟然还能增强现实中的实力 工厂宿舍里 火蝎在看着自己的手机 上面剧本杀Abby里 有他最近在剧本中冒险获得的积分和道具 他刚刚达到了三级摇光镜 每一次境界提升 他都能感到自己力量增强 这种在现实中 获得超能力的感觉 实在太爽了 一级影员进食Abby赋予他的天赋技能 竟然是一把弓 他拿出来 还被工友嘲笑是二次元的脑残 但是随着境界提升 这弓的威力越来越强 凭空射出的火箭堪笔导弹 分开又是两把镰刀 果然自古弓兵多挂逼 在剧本论坛里 他又认识了一位叫做老司机不带机的版主 把用不上的奖励道具换了一笔钱 还换了一张改名卡 火箭 这名字太符合我的气质了 原本工厂里欺负他的 看不起他的工友 都被他收拾得服服贴贴 自己筹划着 在攒点钱就把这鸟工作辞了 回老家买个别墅 专心玩这App 但是 突然有一天 火箭的身上疼得厉害 特别是眼睛和骨头 他想着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又打剧本又上工 休息几天应该就好了 可是 就算休息了 症状依旧没有缓解 反而越演越烈 工厂里的医院查不出个所以然 到了县里的大医院一通体检 竟然查出没毒碗期 医生说病情的时候 气得火蝎破口大骂 大夫 你TM是不是查错了 老子还是个畜 怎么可能得没毒 皮肤科的医生 上下打量了一遍 淡淡说道 化验单不会有错 怎么得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 火蝎看着化验单 没毒碗期 陷入沉默 在这个科室 给这种病的病人 大多都是这个反应 先是暴怒 再是否定 最后是沉默 医生见得多了 也就漠然了 这医生约莫五十岁 还算尽责 要拿起查写的单子 看了看上面的 RPR阳性 你这个年纪 才二十岁就晚期了 回去问问你父母吧 离开医院 火蝎拿起手机 内心忐忑 不敢打电话 作为村子里的留守儿童 一直都是和外公外婆生活 自打有记忆 就只有一个妈 那父亲早不知跑哪去了 嘟嘟 几声盲音 电话接通 一阵表面寒暄之后 火蝎把查出没毒的事情 告诉了那个妈 电话对面陷入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那个女人冷哼了一声说道 我就知道你得这个病 没毒是那个男人带进来的 直到那个女人发病才知道 在二七的时候治好了 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感情不合 离了婚 自然对火蝎这个意外 也没什么感情 隐瞒了整整二十年 等火蝎知道 已经是晚期了 这一刻 她的世界崩塌了 二十年虚假的健康 瞬间化为乌有 只剩对死亡深深的恐惧 所有搜到的结果 都是无药可治 现实中找不到 直到在剧本论坛里 有人在讨论一种叫做生命原液的道具 可以治愈重伤 但是极为稀有 官方的商行里根本买不到 拍卖行里都是天价 据说黑市里可能换到一些 火蝎听说过黑市 也叫做鬼市 在这里交易的人 大多道德指示附属 都是用这APP做了违法的事 也有一些躲避官方监管的民间玩家 这里面鱼龙混杂 但是火蝎管不了这么多 他需要生命原液 在鬼市里 火蝎认识了一位 叫做拜伦维斯的血魔 拜伦维斯说自己是治愈教会的成员 他们的领袖血魔大军 有一件神器道具 圣碑 可以无限生产类似生命原液的物品 不仅可以治愈各种疾病 并且可以大大提升玩家的能力和境界 不过有个弊端 就是不能停药 一旦停药 就会丧失心智 所以教会里的人都自称泄魔 火蝎从没有听说过治愈教会 但是对生命原液的渴望是迫切的 他就这么喝了第一次 治愈的感觉让火蝎无比爽快 还有这意外获得的力量 他感觉血液在沸腾 力量充沛 但是同时也对鲜血产生了渴望 一种对杀戮的渴望 刚开始 火蝎向拜伦维斯拿药十分痛快 但是慢慢的 对方开的价格越来越高 已经超出火蝎的承受范围了 火蝎索性停药了 但是这副作用 如同有无数蚂蚁在啃食骨髓 太痛苦了 这感觉生不如死 最后被迫答应 替他们去帝都偷一件东西 血魔大军 想要紫禁城博物院里的黄金螺盘残片 然而 这残片根本不在那 火蝎只是一枚试探性的棋子 现在更成了一枚弃子 水如是 火蝎被官方和神秘组织 乱神馆的人伏击 打断了一只胳膊 准备的药剂也已经喝光了 想着从帝都跳上动车 到达水如是后 再到阳城 从那里逃出华国 也许是因为一天的饥饿 让火蝎昏了头 也许是他儿时最好的记忆 就是开封菜里的鸡腿宝 他去抢动车站旁边的开封菜 谁知道会遇到了一个发狂的女玩家 火蝎因为受伤境界大跌 刚才勉强接住洛欣的一击重击 内脏已经受损 生命将息 火蝎躲到阴暗的拐角 五脏六腑都在剧痛 他勉强打开汉堡 咬了一口 这味道真让人怀念 第十一章 小伙子 你很有才能我准备重用你 男子 浑身是血 看着已经断气了 月朝夕心中大惊 洛欣这么厉害 把官方通缉犯火蝎给打死了 洛欣似是看出月朝夕的诧异 连忙摇手解释道 不是我 我到的时候 他就已经不行了 月朝夕在看火蝎左臂断口 虽然止血结痂 但是已经发黑 散发着恶臭 右臂明显有反向弯曲 应该是洛欣之前的一拳打的 手里的汉堡被火蝎咬了一口 叮 月朝夕的手机 发出冰冷的系统音 击杀红鸣剧本玩家 获得荣誉值15点 看着APP里汇报出来的信息 之前注意过荣誉值和道德值 但是一直是零分 没想到阴差阳错 捡到了悬赏的红鸣玩家 看来这个APP是在现实中 是有自己的规则的 如果用这个APP做坏事 就会成为红鸣玩家 可以被其他玩家通缉猎杀 看着这115的意外积分 月朝夕心里盘算着 能换多少钱 他辛辛苦苦通关剧本山中鬼楼 也不过就获得了三积分 现在这一下就赚了这么多 幸福来得太快 有点接受不了 月朝夕还没来得及高兴 闪着红蓝宝石灯的车子就赶到了 下来的帽子叔叔严阵已戴 看来把他们当成通缉犯了 车子的大灯晃得人睁不开眼 只能看到灯中的黑影 月朝夕挥手喊道 叔叔 不要开枪 我们都是好人 这么说也是为了不要让洛星动手 万一他一拳打爆个车子 月朝夕可赔不起 另一方面 洛星是从剧本中进入现实世界的人 万一被查户口 这可解释不清 先别开枪 我过去看看 从车子大灯后面走出来一位青年 脸上满是戒备神情 走进月朝夕 月朝夕上前一步 挡在洛星身前 露出礼貌性假笑 眼前的小哥一本正经 穿着黑色西装 月朝夕估摸着 这人应该就是论坛里口诛笔伐的官方 不过这小哥年纪看着也不大 似是与月朝夕差不多 官方小哥看着傻笑的月朝夕 戒备降了几分 因为他想不明白 逃窜几天的火蝎 竟然就被眼前这个民间玩家击杀了 汇报你的玩家ID 还有现在的境界评级 官方小哥质问月朝夕 同时举起手里的登山绳 剧本中的道具装备千奇百怪 这登山绳就是他的装备 换作别的玩家被如此质问 一定心中不爽 但是月朝夕身后还有洛星 不想节外生枝 立马配合交出手机 这举动让官方小哥愣了一下 没想到眼前的人 竟然这么主动上交手机 手机上epic的玩家信息 可是堪比生命一样 如果让别的玩家看了 就等同于告诉对方自己的底牌 说不定因此就会丢了性命 所以剧本玩家是很忌讳分享信息的 再加上民间组织和官方一直有间隙 这种查户口的事基本没有配合的 看着app上的信箱 官方小哥的眼睛睁得老大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你一个二级动名竟击杀了五级玉衡镜的玩家 又是一声质疑 但是app上的信息骗不了人 月朝夕确实获得了荣誉值 道德值 还有击杀积分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证据 月朝夕看官方不幸 笑着连连点头 心里想着 击杀通击犯 这不得给我发个建议永为讲什么的 官方小哥再往下翻 看到了更不得了的信息 官方一直寻找的手通玩家 竟然就是月朝夕 山中鬼楼这个剧本自从发现 一直到现在四年时间 没人打通过 又加之山中鬼楼是低级剧本 高级玩家是无法进入的 所以官方一直没有收集到 这个剧本的攻略 直到今天 官方监察app的部门得到剧本信息更新 这才知道有人过了这个新手杀手剧本 官方小哥把手机还给月朝夕 同时说道 请您跟我们回局里一趟 有些细节还需要详细了解一下 官方小哥说话的语气都谦逊不少 没有了趾高气扬 啊 这还不能证明吗 月朝夕长这么大 还没进过局子 对此十分抵触 但是路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看着不好收场 那就去局子里喝喝茶 反正自己是正当防卫 加上建议永为 来到局子 月朝夕和洛欣被带到休息室 进了局子 月朝夕就后悔了 说是了解情况 其实被调查的明显是自己 坐到休息室里 除了刚开始有人送来了茶水 之后就再没有人来过 头顶的监视器 让月朝夕坐立不安 只有洛欣像是个好奇宝宝一样 在屋子里看来看去 没心没肺的样子 等待了大概快一个小时才来人 走进来的是 刚才的官方小哥 后面跟着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梳着整齐的偏分头 身上穿着板正的中山装 脸上挂着微笑 但是莫名给人一种权威感 一看估计就是个领导 抱歉抱歉 久等了 我是国安局非自然市建储之科科长 刘伟明 这边的情况 宋昊然已经和我讲过了 感谢你啊 听说你才二级动明镜 真是了不起 但是这个事件毕竟和人命有关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情况 月朝夕笑着点头 表示配合 但是心中想着 这叫刘伟明的领导 果然说话有一套 表面和和气气的 但是真是给足了压迫感 开门见山 把自己的身份表明了 然后透露 你的事 他们已经都了解了 让月朝夕不要撒谎 接着就打压一头 你的境界就二级 最好配合他们 要不然 他们还能给月朝夕定个罪 这一套 组合全让月朝夕冷汗流了下来 但是明面上 还是笑脸相迎 刘科长说的是 我也是看到论坛上发的官方通缉令 这火蟹罪大恶极 危害人民生命安全 华国公民人人得而诛之 我是碰巧遇到通缉犯抢劫 抢劫过程中意外击杀火蟹 这属于正当防卫 开封菜应该有监控 可以证明我说的话 月朝夕说的话滴水不漏 通缉令是你们官方发的 又不是他自己去做的 接着表明 您别管我几急 反正我遇到了 击杀了 有监控作证 并且抢劫过程中 犯罪嫌疑人死亡 是妥妥的正当防卫 别想着用这手恶人 刘科长连连点头 非常认可月朝夕的表态 接着说道 这位小伙子 你的觉悟很高啊 我觉得你很有才能 官方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你加入官方 我准备重用你 谢谢领导赏识 但是我想靠自己努力 紧接着 刘科长就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哦 那这个事情 可能就有点难办了 第十二章 隐秘的交易 刘伟明坐在会议桌对面 正对着月朝夕 两人四目相对 脸上都挂着笑脸 但是气氛却像是冰点 月朝夕心里暗骂 怪不得论坛里都说 官方不是东西 果然如此 拉拢不成就要搞你 现在困在局子里面 刘伟明旁边那个叫宋浩然的 明显是个玩家 说不定很厉害 他还看了自己的底细 要是撕破脸 自己肯定没好果子吃 现在月朝夕 只能装傻冲愣 门混过去再说 刘科长 这是不是有误会啊 我这兴致是见义勇为啊 至少也是正当防卫 怎么会不好办呢 哎呀 小同志 你先不要着急 我跟你解释一下 如果火蝎 是在抢劫开封菜过程中 被你击杀的 那毫无疑问是正当防卫 但是 我们调查后发现 火蝎已经从开封菜逃跑了 他逃跑的街道并没有监控 在嫌疑人逃跑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对你们造成生命威胁 那么击杀他就有待伤去了 可能构成防卫过当 还有你身边的这位小姑娘 我们比对过数据库了 查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户口信息 这你是不是要跟我解释一下 刘伟明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 但是眼神中透着压迫 月朝夕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额头已经吸出冷汗 这科长心机太深了 但是转念一想 月朝夕境界并不高 他们制裁自己 没有任何收益 自己的底细官方一查就能知道 现在做这些难道说 刘伟长 这您可要帮我和帽子叔叔解释清楚 我这是为名除害 我身旁的这位叫洛欣 是我通关山中鬼楼这个剧本中带出来的 但是他叫我哥哥 我就有责任保护好他 月朝夕前半段语气慌张 现在主动示弱 后半段语气诚恳 不能说谎 他们都查了户口了 洛欣的事情瞒不住 但是月朝夕也留了个心机 强调山中鬼楼这个 本是他手通的 刘伟明虽然挂着笑脸 但是眼睛还是不自觉地打亮了眼洛欣 这一手对刘科长十分棘手 自从这款剧本杀APP 在华国流传 已经有几万人觉醒了异能 但是对于觉醒异能的原因 华国国安局完全没有头绪 最开始华国的态度 是在社会维稳的前提下 隐秘弹压禁止这款APP 抓捕觉醒异能的玩家 但是这些剧本玩家的异能太过强大 已经无法控制了 并且境外也有觉醒的异能者 所以华国设立了官方组织 给这些玩家制定规则 一方面维稳社会 另一方面一直在调查背后的真相 对这些觉醒了异能的玩家 官方进行了分级管理 一级影员禁 二级动名禁 三级遥光禁 四级开阳禁 五级预横禁 六级天拳禁 七级天机禁 八级天玄禁 九级天书禁 其中一级 二级 三级为低级境界 四级 五级 六级为中级境界 七级 八级 九级为高级境界 等级境界越高 反馈到现实中 异能越强 境界的提升 跟AP中的积分有关 通关剧本 完成任务 可以获得积分 但是即使积分够了 如果不能通关特定剧本 或者完成特定任务 境界也无法提升 积分可以交易 但是没有任何意义 提升等级境界才是关键 除了等级境界 还有AP随机赋予觉醒玩家的特权 天赋技能 终生只有一个 这种技能 有时可以逆转局势 官方根据天赋技能的功能 划分了不同类型 强化型 增强属性质 如力量 敏捷 精神力 体质 特异型 可以操作某种元素 如火焰 水流 风暴 雷电 神智型 可以使用神秘学能力 如占卜 测谎 巫术 诅咒 装备型 可以使用特殊武器或道具 如生化铠甲 辅助型 获得一种辅助能力 如治愈能力 隐身能力 千里眼 顺风耳 异常型 不能化归任何一种的能力 通常可以改变规则 刘伟明为难越潮汐的根源 就是因为洛欣 能把剧本角色带入现实 这种天赋技能 闻所未闻 这种异常型玩家万里挑一 官方愿意破格招募你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一直没有说话的青年宋浩然说道 官方已经投入极大的资源 培养自己的玩家 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觉醒异能 而APP中的随机性太大 还有剧本随着等级提高 难度越来越大 更是有死亡型剧本 所以 能成功进入官方的人 都是天选之人 宋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和他一起进入选拔的 一共有一百人 最后只有两个人觉醒 月潮汐看着宋浩然 内心十分不爽 这也是 他死也不加入官方的原因 加入官方 的确可以有很多便利 但是体制内的拘束 是月潮汐最受不了的 表面上的顺从 是因为处世之道 但是月潮汐的内心中 燃烧着桀骜不驯的火焰 外顺内呗 大丈夫升居天地间 岂能御遇久居人下 浩然 别这么说 其实家部加入官方都是自愿的 但是火蟹事件需要有始有终 刘伟明看着月潮汐说道 月潮汐装傻冲愣说 刘科长 火蟹都死了 还没有结束吗 刘伟明点了点头 取出一个透明证物袋 里面的透明玻璃室管上 印着一个骷髅的标记 经过我们调查 火蟹在服用围经药剂抹血 这是从事件现场收集到的 上面的骷髅标记 是北美骷髅会的标志 服用这种药剂 可以大幅提升玩家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火蟹一个 这三级遥光镜的玩家 突然有了五级预横镜的实力 但是服用这种药剂的玩家 会变得疯狂嗜血 并且这种改变不可逆 月潮汐在剧本论坛上看过分级 但是并不能理解 三级和五级这种云腻之别的差距 哦 那继续调查下去 就好了 我强烈支持官方 月潮汐点头说道 是啊 可是火蟹被你打死了 线索断了 你自然脱不了干系 我们怎么知道 你是见义勇为 还是为了杀人灭口 刘伟明看着月潮汐眼中露出狠吏 啥 我猜完剧本三天 你说我是杀人灭口 天地良心啊 我十八岁前 一直生活在水路市孤儿院 我都不知道北美在哪 骷髅汐就更没听说过 月潮汐赶紧淼水 这个锅表示不能背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只是 希望你可以在民间协助我们调查 你也知道 民间团体和官方组织关系不好 我能帮你们调查什么 摩写来自于黑市交易 我们发现 火蟹曾经在剧本论坛里 和一名叫做老司机不带机的玩家有过接触 这个人很有可能知道魔血来源 老司机不带机 月潮汐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好像是论坛上交易区的版主 你们这不是有线索吗 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刘伟明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 我们官方也不想麻烦你 但是这个人的天赋技能有些特殊 这个人浩然给你说 刘伟明看向宋浩然 宋浩然依旧是个苦瓜脸 对这件事 他好像很不高兴 你以为我们不想抓这个人 但是他的天赋技能极其诡异 一下变得阴冷 一个玩家的技能竟然会让整个官方束手无策 然而 宋浩然说的话直接让月潮汐愣在原地 因为他可以像鬼魂一样凭空消失 第十三章 五顿术 像鬼魂一样凭空消失 月潮汐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他才从恐怖本里出来 突然回想起山中鬼楼里的鬼魅 这种东西出现在现实世界 感觉实在有些不好 是的 虽然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但是的确是凭空消失了 宋浩然对月潮汐的质疑十分不快 但是他们让老司机逃脱是事实 具体说说 月潮汐很喜欢看宋浩然识别的表情 宋浩然瞥了月潮汐一眼 说道 这有关我的天赋技能 你只要知道 没人能从我的能力中逃脱就可以了 你什么都不说 我也没法协助你们 又让我协助你们 又不信任我 那就算了 浩然你说吧 既然要对方协助 那我们官方就应该有些诚意 刘伟明对着宋浩然劝说道 宋浩然思索了一下 还是屈服了 好吧 我的天赋技能是限节操纵 可以随心所欲控制现状结构的物品 而这个登山绳 是剧本中获得的三级遥光镜奖励装备 被套住的东西无法逃脱 即使使用逃脱物品也不可能 在上次任务中 我确实套住老司机了 但是只是一瞬间 他就逃脱了 他本人等级境界并不高 只有二级动明镜 那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他的天赋技能帮了他 我们搜查了房间和地点周围监控 都没有他逃脱的踪迹 所以 他就像蒸发了一样 消失了 月朝西假装点头 心中庆幸 还好没有想着逃跑 被这家伙的绳子套住 那就说不清了 既然如此 你们官方都抓不住他 那要我做什么 刘伟明看月朝西十分上道 露出和善的笑容 这个老司机虽然滑得像个泥丘 但是十分识快 你刚刚通关了一级引元镜最难剧本 这份攻略就价值不菲 所以 所以你们想拿我做鱼儿 去掉这个泥丘 哈哈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 刘伟明的脸上挂着笑意 但是月朝西已经知道官方的目的 不合作 估计是走不出局子了 既然如此 不如给官方当这个鱼儿 如果情况不妙 自己也好周旋 当些人这工作危险系数这么高 是不是也要有相应的报酬才好啊 月朝西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宋昊然冷哼了一声 他一直对月朝西抱有很大敌意 你们民间玩家 配合协助官方是义务 昊然 这么说不对 小月月愿意和咱们合作 要点报酬是应该的 月朝西听着小月月的称呼 浑身打了个冷战 从四十岁大叔的嘴里说出这种话 真的太恶心了 宋昊然看着自己的长官 有些无语 洛欣一直都很开心 他很喜欢小月月这个名字 别这么叫 怪恶心的 我有个妹妹叫秦心蕊 她身患慢力白血病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是水卢士孤儿院的孤儿 并没有合法户口 所以 他没有享受社会医疗的福利 这件事 不知道你们官方能不能帮忙 刘伟明眯起眼睛看不出表情 月朝西内心也紧张起来 因为他不确定 这位刘科长是否会答应他 几秒钟 在紧张的环境中 如此漫长 可以 如果这位小月月 能得到魔血的情报 孤儿院那边 我会去联络 同时 你身边的这位 她的身份问题 我们也会一同解决 刘伟明目光看向洛欣 洛欣是从剧本中 穿越到现实的人 虽然她获得了现实中的常识 但是现在的社会 是需要身份证的 非护基本上寸步难行 官方开出的价码 让月朝西无法拒绝 这也是她博弈的成果 对了 浩浩 你和小月月一起行动 如果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 什么 可 张 刘伟明说完 推开椅子 就秒闪人了 宋浩然都来不及反驳 另外 浩浩这个外号 也让宋浩然尴尬在原地 浩浩 月朝西看向宋浩然 露出狡黠的笑容 浩浩 洛欣对刚才紧张的博弈 并没有感觉 但是最后对宋浩然的外号 产生了巨大兴趣 不许这么叫我 好的浩浩 好的浩浩 但 水如是橘子会议室 宋浩然点开了 APP里的组队功能 月朝西一脸痴呆地 看着宋浩然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组队啊 官方行动 都会两人一组搭档行动 哦 月朝西才持有APP三天 他还不知道 有组队功能 笨拙地打开手机 扫了宋浩然手机上的 二维码 叮 组队界面上 宋浩然的名字 列在队伍框的首位 他的头像上 有个王冠标记 表明队长身份 月朝西第一次看到 组队界面 不过这个界面 只能显示 剧本玩家的名字和状态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在月朝西的手机上 队伍列表 下面还有一个加号 月朝西点了一下 APP立刻弹出一个窗口 上面有洛新的名字 看来洛新 作为月朝西的从者 是可以作为玩家 进行组队的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先不要 把洛新拉进来的好 我是三级摇光镜 你是二级冻明镜 看你样子 对APP剧本的规则 都不了解 我作为官方 你要按照我的指挥去 联络老司机 把他调出来 月朝西听着宋浩然 高高在上的发言 内心很是不爽 但是宋浩然说的没错 他现在实在太行手了 通关死亡型剧本 运气成分占了大半 手机打开剧本杀论坛 里面除了常规交易贴 灌水贴 吹牛贴和吐槽官方的贴子 并没有关于 今晚火鞋死亡的信息 看来官方对水路城 发生的事情 做了信息屏蔽 再看山中鬼楼的悬赏贴 又盖了一千层 月朝西打开贴子 里面的内容 刚开始都是求购加价 一度竞标到十万华国民 其他的 有些是骂官方的贴子 国族进清楼骂得最凶 楼主老司机不带机 不置可否 最新的贴子风向 就有点变了 老司机不带机 楼主 那位通关大大 难道不看论坛吗 都没有一个人承认的 国族进清楼 这么久了 估计已经卖给官方了吧 垃圾 一个粗鲁的表情包 宋浩然看着帖子里 辱骂官方的发言 脸上殷勤不定 剧本沙论坛 是民间玩家交流的地方 据说背后有大佬撑腰 官方也无可奈何 就成了现在的法外之地 宋浩然给月朝西一个眼色 开始钓鱼计划 月朝西在论坛的名字 叫擎天大圣 在下面跟帖道 擎天大圣 at老司机不带机 我就是通关山中鬼楼的玩家 你现在还受攻略吗 国族进清楼 正主来了 老司机不带机 楼主 要要要 国族进清楼 切颗闹 煎饼果子来一套 灵魂禁锢 不可能 我看了 他是个刚刚注册的小号 这种口嗨的人 上面有好几个了 你下次用大号来 估计能骗骗人 擎天大圣 小号怎么了 我刚开始玩剧本杀财三天 刚注册论坛 不是理所当然 老司机不带机 楼主 灵魂禁锢 国族进清楼 三天 从影员禁首通山中鬼楼 三天突破到二级洞灵境 你扯谎 不如打打草稿 你是真的 我这名字就是假的 灵魂禁锢 我见过最快突破的 也要七天 那都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了 一般都要半年到一年 你这牛吹大了 宋浩然在月朝西旁边打断说道 你不要夸张 哪有三天突破影员禁的 你这么吹牛 会让可信度降低 月朝西看着宋浩然不知可否 叹了口气 用自己的手机截屏 发到了帖子上 截屏里是AP注册时间 还有境界和积分 三天 剧本获得过13积分 等级二 下一张截屏 山中鬼楼奖励结算界面 距离现在五个小时 国族进青楼 灵魂禁锢 一瞬间帖子炸了 短短一分钟 从一千楼以下 跌到一千五百楼 极品打工人 一场剧本 大约四至六小时 通关获得一积分 失败了会扣积分 就三天不到 13积分 我妈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手机 我该怎么回答 急 在线的 查一大师 GT太厉害了 求个好友味啊 我们可以一起打本 也可以线下认识 后面附上了 大胆的自拍照 国族进青楼 太TM牛逼了 我现在就改名 华国足球世界冠军 宋浩然看着 论坛里的截屏 内心大受震撼 月朝夕这个 名不见经传的 民间剧本玩家 三天突破 一级引元镜 他自己半个月 突破引元镜 已经是官方重点 培养人才了 叮叮叮 十几条论坛 好友申请 查一大师 小哥哥认识一下好吗 白花花的照片 华国足球世界冠军 兄弟 一起组队打本啊 靠谱玩家 月朝夕翻找了半天 终于看到了 老司机不带机的 好友申请 老司机不带机 剧本论坛交易区版主 15W收购山中鬼楼攻略 道具装备另算 好友申请通过 老司机不带机 大佬好 大神好 求购山中鬼楼的攻略 还有道具装备 对了 你还没有卖给官方吧 他们一向动手很快 晴天大圣 版主好 官方 我猜完剧本三天 去哪认识官方 再说官方这么 文明用语 我恨不得离他们远远的 宋浩然看到月朝夕 打出的文明用语时 脸色不太好看 月朝夕就喜欢看他尴尬 老司机不带机 嗯嗯 你可以写一份文档 上面要把经过写清楚 还有剧本机制和主线剧情 如果有隐藏或者坑 能写出来就更好了 写好后 在论坛里用战内信发给我 我再把钱打给你 想办法约他见面 宋浩然在旁边提示道 月朝夕思考了一下 在好友对话上打道 擎天大圣 这攻略的价值不菲 15W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在哪里 我写好以后跟你当面交易 我是个新手 你骗了我攻略 怎么办 老司机不带机 哎 大神 我用版主的信誉担保 怎么可能会骗你啊 现在您手通的事 论坛上谁不知道 我做不得假 如果您不放心 我可以先转账 至于见面 我也想认识大神 但是我最近的确不太方便 月朝夕心里想着 这老司机果然是资深网名 八百个新眼子 如果不下血本 这泥丘不会冒头 擎天大圣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出手 山中鬼楼里 我获得了一样装备 老司机不带机 什么装备 高男剧本获得的奖励 是优于一般剧本的 装备更是稀有 一下就提起老司机的兴趣了 老司机不带机 大神 发来看看 让我仗仗见识 月朝夕打开APP 给桃木剑结了屏 发了过去 顿时 月朝夕不自觉打了个哆嗦 好像有什么东西 正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月朝夕左顾右盼 洛星在刷短视频 自娱自乐 宋浩然在盯着手机 查看论坛里的舆论风向 看到月朝夕的表情 还有些奇怪 算了 可能只是心理作用 月朝夕内心安慰到 老司机不带机 桃木剑啊 武器装备虽然稀有 但是这个武器装备 在恐怖本中有产出 一般市场价5W 10W 不算太值钱 月朝夕心里一下慌了 如果老司机不上钩 那么就麻烦了 正当月朝夕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连串新信息发了过来 老司机不带机 大神 等等 唯一 你这把桃木剑 是唯一属性 老司机不带机 影元镜最难剧本 竟然会产出唯一属性装备 不得了 老司机不带机 这东西 我不好估价 除非唯一属性 这是什么意思 月朝夕询问宋浩然 你 唯一属性是极其稀有的 独一无二的 很多玩家一辈子 可能都遇不到一件 唯一属性物品 宋浩然无奈解释道 他只在官方剧本 玩家培训里 了解过这种物品属性 除了洛新 月朝夕竟然还有一件 唯一属性装备 你的这件装备更是稀有 武器的价值 一般都要高于防具和物品 你的运气的确够好 宋浩然内心有些羡慕 但是嘴上还是不饶人 继续说道 你用这件装备 继续掉老司机 他一定会上钩 老司机半场没有说话 他的话没有说完 明显是在做心理斗争 唯一属性的物品都是稀有 可能错过这个 他一辈子都无缘再遇到另一件 月朝夕知道这武器的稀有 心中顿生一击 擎天大圣 我也不瞒你 我的妹妹身患白血病 急需用钱 这武器在我手里也没用 你如果能开个好价格 我诚心诚意出 果然你就上钩了 老司机不带机 好 我在阳城轮教 明天中午十二点 在这个地方 您诚信出 我也诚信收 擎天大圣 好 不见不散 月朝夕和宋浩然相识一笑 成了 水卢市到阳城开车 只要不到两个小时 不过阳城是重要的出境关口 看来老司机的 却要从华国潜逃 这次交易 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抓他的机会了 经过一番商议 月朝夕和宋浩然决定 不要打草惊蛇 他们去交易地点交易 然后让官方同事 埋伏在外围 以备不测 明天一早 我开车去接你 对了 给你忠告 你作为一个剧本新手 你突破影原镜的速度 的确很快 积分 属性 道具 装备跟不上 进入高级剧本 就是在送死 宋浩然对着月朝夕说道 我哥哥才不会死 洛星会保护好哥哥 洛星听宋浩然这么说 生气反驳道 宋浩然不知可否 告别宋浩然 其实是这位官方公务员 自行离开 官方在各个城市都有招待所 或者直接可以住酒店 完全不发愁住处 阳城 轮轿街的阴暗街角 先生 再给我一瓶药吧 一位五大三粗的壮汉 正贵服在恶臭的街巷里 向眼前的绅士祈求着 和他同时跪着的 还有另外两个人 二十几岁的娇媚女人 大学生打扮的男青年 与前面的壮汉相比 他们两个更加痛苦几分 女人身体微微颤抖 男青年精神违靡 他们三人都在忍受 魔血的副作用 哦 我的孩子们 当然可以 大军永远是仁慈的 眼前的绅士细血地说着 三个人像是如临甘露 抬起头眼中 满是贪婪与渴望 至于教会不会抛弃信徒 不过 也不会无限制地施舍 大军希望一个人永远消失 我们 都是教会最虔诚的信徒 大军想让谁死 我们就去杀谁 女人的声音艰细又狂热 魔血的副作用堪比毒瘾 这种感觉如蚂蚁在骨头上撕咬 这种痛痒会让人发疯 我的孩子 这么说太粗辱了 绅士拿出手机 把一份文件分享出去 同时还有三瓶魔血 壮汉一饮而尽 深吸一口气 如释重负 女人像是在品尝穷江玉叶 慢慢戳影 男青年看着翠绿色的液体 眼中尽是痛苦与犹豫 最终耐不住痛苦 几口吞了下去 绅士露出微笑 对三个人的表现十分满意 缓解后的三人 看着目标文件说道 是他 他好像是个版主 大军为什么要他死 这个天赋技能 可以与物品融为一体 这能力太bug了 中年绅士名叫拜伦维斯 治愈教会的血魔 英伦风格的衣服 搭配着单片眼睛 给人一种贵族绅士的感觉 却与他所处的阴暗阶像 产生了鲜明的反差 程玉祥 他今天会在阳城 他知道血魔大军的秘密 武顿术的确很厉害 在现实世界很难抓住他 但是在剧本中 他无处顿头 拜伦维斯优雅地解释道 剧本中 三人不解 在APP中 玩家是有权利拒接组队 或者拒接剧本传送邀请的 怎么可能把人强行拉进剧本 如果光靠剧本匹配 估计一辈子都不可能在剧本中相遇 所以在三人看来 拜伦维斯说的话唯一所思 除非 拜伦维斯操作手机 手中凭空出现一件道具 三个人眼睛睁大 在黑暗中露出吃惊 还有可怖的杀意 第十四章 别报警你听我解释 月朝夕和洛欣回到店里 现在这家剧本店 还没有装修 二楼虽然有几间空房 但是只有一间可以住人 哥哥 洛欣可以和你睡起 洛欣这么说 月朝夕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突破内心的道德底线 坚持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洛欣 自己去杂物间的躺椅上忍一下 杂物间是一个长方形房间 长度七米 但是宽只有一米多一点 门开在一头 只有门口有灯 里面没有窗户 这杂物间里 满满当当装的都是剧本和剧本道具 向里面看一眼望不到头 只有黑漆漆的一片 月朝夕躺在躺椅上 剧本论坛上争热火朝天的讨论 擎天大圣到底是何方神圣 三天突破隐元镜 手同行手最难剧本 灵魂禁锢 说不定是官方培养的人才 只有官方才有那么多资源 华国足球世界冠军 不可能 晴天大佬和我一样 是极恶如仇的民间玩家 官方不看咱们论坛 茶医大师 会不会是何家或者林家的玩家 他们这种民间世家 出了不少高级玩家 什么何家 林家 月朝夕一点都不知道 他的事迹 已经从交易区扩展到了八卦区 竟然有人在讨论 警方新型骗局 看着论坛上的信息 疲惫慢慢上身 月朝夕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连续剧本杀 再加上生死搏杀 还有与官方的勾心斗角 每一刻 他的精神都高度紧绷 现在终于算是告一段落了 困意袭来 沉入梦乡 掉在地上的手机突然亮了 屏幕发出淡淡的蓝光 随后有什么东西 压在月朝夕的腹部 丝丝缕缕的头发 蹭到他的手臂 杂物间突然冷了几分 让人不觉站立 月朝夕的身体是沉睡着的 但是意识已经苏醒 他心中大害 难道是鬼压床 突然 有一股冰冷 顺着下面游上身体 搭在月朝夕的脖子上 再慢慢收紧 扼住咽喉 窒息的痛苦 让月朝夕惊醒 月朝夕一只手向前猛抓 另一手护住脖梗 终于新鲜的空气重回胸腔 月朝夕大口喘气 终于睁开眼睛 眼前的景象 让月朝夕说不出话来 白皙的皮肤吹弹可破 淡蓝色的眼睛 如宝石一般勾人心魄 秀美的面容 表情冰冷 不带有一丝感情 黑色的长发柔顺又飘逸 刚好遮挡在胸前 少女骑在月朝夕的身上 一丝不挂 双手正掐着她的脖子 想要置她于死地 月朝夕一只手握住少女的手腕 让她没能得逞 从手上传来冰冷的触感 又让人觉得有些柔弱 另一只手推在少女胸前 没入少女的黑发 虽然也很凉 但是意外的有些柔软 让月朝夕不由自主地捏了一下 少女对月朝夕的举动吓了一跳 但是震惊转瞬即逝 伴随而来的是冰冷刺骨的杀意 杀了 少女嘀咕了一句 什么 月朝夕想要听清楚 杀了你 少女压在月朝夕身上 用尽全力要掐死月朝夕 杀意生疼 感觉她的头发都飞了起来 这样子颇有真子的感觉 吓得月朝夕连连惨叫 但是怎么回事 雷声大于点小 虽然杀意很大 然而少女的力气意外的 很小 奋力一推 躺一翻了 月朝夕竟然把少女推倒了 正在这尴尬的时刻 房门被打开了 吴 哥哥 怎么这么吵啊 洛欣正在门口睡眼惺忪 话说到一半 表情转为震惊 然后变为厌恶 你听我解释 月朝夕大声疾呼 来不及关心她身下少女生疼的振振杀意 就算是现代 这也是犯法的吧 再说 你不是还有我吗 你也是犯法的好不好 不要哭出来啊 万一把帽子输出招来 我解释不了啊 月朝夕欲哭无泪 不知什么时候 身下的少女已经躲到黑暗中 只有淡蓝的眼睛盯着光亮处 月朝夕顾不上其他 连忙去哄洛欣 杂物间里有剧本杀的浮化道 少女不知从哪逃了一身海盗的衣服 皮质马甲十分清凉 短裤勾勒出极好的臀部曲线 修长的大腿望眼欲穿 不过手里的海盗大刀够吓人 去死 少女钻出来就冲着月朝夕看 动 海盗刀很有气势 可惜是塑料的 打到身上并不能造成实质伤害 少女战红了脸 继续打 旁边的洛欣看到哭得更伤心了 月朝夕一边挨着莫名其妙的揍 一边还要让安慰洛欣 不要在深夜让邻居投诉 杂物间里 真是一片欢快的混乱气氛 闹了很久 终于两个女人都累了 终于可以好好说话了 最先开口的是洛欣 哥 这个女人是谁 月朝夕也想知道 对啊 你是谁啊 等等 你不应该关心下 她要杀我吗 少女双手撑地 跪在地上 一副很受打击的模样 你竟然想卖了我 洛欣听到少女这么说 睁大眼睛盯着月朝夕 哥 你竟然贩卖人口 月朝夕手指着自己 一脸吃惊 接着连连摇头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 否定三连 今天你要把我交易给别人 你自己说的 少女控诉着月朝夕的薄情寡义 此时月朝夕才明白 少女原来是陶木剑 这柄陶木剑曾是镇压千万怨灵的阵眼 月灵化身入剑 现在有了刑 一百年唯有月朝夕突破了那个剧本 剑灵认主 没想到第一天月朝夕就要把剑给卖了 这剑灵气的牙根直痒痒 百年认主 结果遇到个昏主 既然如此 这主人不要也罢 可是 主从关系已经确立 就无法改变 主人没有杀意 剑灵杀意再强也没用 无法发挥实力 现在落得个尴尬境地 百年剑灵 不仅杀不了月朝夕这个矛头小子 还要被欺辱 真是脸都丢尽了 呜呜呜 说着这少女剑灵 就要哭出来了 月朝夕揉了揉剑灵的头 解释说道 没有卖掉你的意思 我是在完成叔叔的任务罢了 一般的物品 没法影射出洞 但是你可以 说明你的珍贵稀有 对了 你叫什么 以后多多关照 少女剑灵漠不作声 她是愿灵凝结而成 哪有名字 月朝夕像是看出了少女的悲伤 决定给她起个名字 一般有名字的剑 都会非常厉害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嗯 赤霄 这个名字怎么样 十二年一家魔营 任上长若双雪 赤霄 少女低头默念了一遍 然后又嘀咕了一遍 看来她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 赤霄抬头瞥了一眼月朝夕 面若双雪 还是冷冰冰的表情 但是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杀意 原本淡蓝的眼睛 竟然变为了火红色 炯炯有神 颇为好看 赤霄啊 真好听 哥 你自己在杂物间好好反省 我和赤霄一起睡 比起哥哥 杂物间里就剩下月朝夕一人 这时他才看到堂以下的手机 屏幕发出亮光 应该是收到了一条新信息 月朝夕打开一看 顿时紧张了起来 大神 救救我 发来的人正是老司机不待机 第十五章 黄金号 看到信息的月朝夕 从堂椅上猛的站了起来 拨出宋浩然的电话 好好 不好了 有情况 你马上来店里 干 别这么叫我 我马上的 电话对面的人气愤的说道 月朝夕看了一眼表 已经三点了 看来今晚是不能睡觉了 接着把洛欣和赤霄叫起来 洛欣不想起床 赤霄倒是十分听话 把洛欣给薅了起来 月朝夕不想跟官方解释太多 让赤霄重新化为剑形 收回到手机AP中 现在的赤霄已经不是一把桃木剑了 而是一把红色剑身 约三尺长的青铜剑 剑身明文流转 有种肃杀之气 月朝夕看了十分欣喜 有赤霄作为杀手锏 不怕官方会翻脸 杨诚 凌晨 两点十五分 在公寓楼的防盗门前 三个人影站在门前 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一个叶电锋的女人 还有一个青年大学生 这三人走在一起十分不搭 但是他们都是玩家 小子 你确定他在里面 壮汉对着大学生问道 我的能力是分析师 可以短暂定位目标 他就在里面 还有 陈浩强 我不是小子 我叫胡汉林 好了 小点声 我来把门融开 叶电锋的女人的手中 出现熔岩一般的液体 但是她的动作被陈浩强打断 你的特异性能力太慢了 陈浩强说着 用手指扣近锁眼 如同铁钳一样 脚断锁心 防盗门阴声被扣开 房间里十分空旷 一眼就能看见全部 这哪里有人 陈浩强和张小涵 看向大学生模样的青年 质疑他的能力 胡汉林扶了扶眼睛 瞳孔散发出异样的微光 然后给陈浩强使了个眼色 钉向墙角的书桌 书桌上杂乱放着几本书 还有个脏兮兮的茶壶 陈浩强心领神会 手上操作手机 拿出一条锁链 向着茶壶置了出去 再碰到茶壶的一刹那 锁链发出光芒 连接上茶壶和陈浩强的右手 叮 同时响起两个系统音 命运锁链 效果生效 一个系统音来自陈浩强的手机 另一个系统音竟然来自茶壶 茶壶似乎发觉了什么 竟然飘了起来 直接撞碎玻璃 摔了出去 快追 张小涵喊道 不用了 已经成功了 胡汉林淡淡说道 陈浩强查看手机 上面写着 陈浩强 陈浩强 匹配成功 传送倒计时 1点59分50秒 宋浩然在驾驶位上 黑色奥迪在水扬高速上狂奔 洛欣在后座上睡觉 他在120kmh的车上 睡得十分安详 岳朝西在副驾上打着手机 晴天大圣 怎么回事 我大约两小时到阳城 老司机不带机 大神 救命 我被一种特殊道具锁定了 还有不到两小时 就要进入剧本了 他们要杀我 岳朝西把老司机发来的信息 念给开车的宋浩然 谁要杀他 宋浩然问道 晴天大圣 你看到杀你的人是谁了吗 老司机不带机 三个人 二男一女 我不认识他们 我现在逃出来了 但是剧本传送已经开始倒计时 我进入剧本就死定了 宋浩然眉头紧皱 应该是米国间谍 他们太猖狂了 敢炸帝都 现在还要在阳城杀人 我给你个号码 让他去找阳城的官方 不行 本来他就抵触官方 如果现在摊牌 就前功尽弃了 你专注开车 尽快到阳城 岳朝西果然否决了宋浩然的提议 现今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到老司机 一路狂奔 终于赶到阳城 洛西 我们到了 五 岳朝西我们走 岳朝西看着手机定位 大不留心 跑进阴暗的街巷 宋浩然和洛西跟在后面 看着定位 就是这里 可是这里除了遍地的垃圾 哪有什么人影 我是晴天大圣 岳朝西冲着无人的空向大喊 幸好现在不到凌晨五点 天还是黑漆漆的 要不然一定被人笑作精神病 岳朝西的声音在空向回荡 然后重归寂静 几秒无声 突然一个金属钥匙盒 从地上弹了起来 发出微光 竟然化为一个跪在地上的胖子 他就是程玉祥 也就是老司机不带机 程玉祥和岳朝西四目相对 确认过眼神 是对的人 胖子像是见到亲人一般 抱住岳朝西的大腿 大神救我 他同时拿出手机 APP界面上是剧本传送倒计时 只有不到五分钟了 岳朝西回头看向宋浩然 喊道 宋浩然 时间紧迫 没有时间审问了 当务之急就是要救人 如果让程玉祥自己进入剧本 他必死无疑 宋浩然接过手机 看着APP上的信息 这一定是道具触发的效果 否则玩家是有权拒绝匹配的 APP对所有剧本玩家都是公平的 进入到传送界面 就无法拒绝了 宋浩然眉头紧皱 阻止进入剧本已经不现实了 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他看向岳朝西和洛欣 说道 岳朝西 你的任务完成了 现在我来接手 我跟他组队进入剧本 然后宋浩然看向程玉祥 我代表 我不会让他们杀死你 岳朝西眼睛微微睁大 然后恢复平时吊锒铛的样子 我在队伍里 你别提我 再说他们有三个人 你一个人逞什么英雄 然后偷偷看向洛欣 洛欣 你去吗 洛欣可比岳朝西厉害多了 他要是能去 胜率将会大大增加 洛欣不会和哥哥分开 四人组队 定 三声系统音响起 组队成功 程玉祥抱着岳朝西大腿 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洛欣靠在岳朝西胳膊上 跃跃欲试 准备大展拳脚 宋浩然用谨慎的时间 发了条信息给刘伟明 已与老司机接头 准备进入剧本 程玉祥 宋浩然 岳朝西 洛欣 传送倒计时54321 八人拒北沙 黄金号 天色昏暗 阴云密布 古朴的小镇被阴影笼罩 石墙上的雕刻依然腐朽 但仍旧诉说着曾经的光辉 程玉祥 宋浩然 岳朝西 洛欣 身处一座海边小镇上 而此时 四人都正在原地 因为 他们的耳中正回荡着 激昂的伊比利亚传歌 第十六章 伊比利亚的传说 激昂的伊比利亚传歌响起 The Golden Age will return again 黄金时代终将再次回归 游记孩童年轻时 伊比利亚的未来耀眼如日 船帆升起时 她低声轻语 黄金时代终将再现 怒海惊涛中 她的声音指引航线 岁月不会忘记我们的信念 这段故事定要口口相传 在那黄金时代重现前 拜伦维斯走在小镇的街巷中漫步 这个剧本中的建筑如此真实 和西国的建筑风格如出一辙 他穿着绅士西装 戴着单片眼镜 和环境融为一体 毫无违和 激昂的传歌在拜伦维斯的耳中响起 伊比利亚真的存在 他想起了治愈教会的领袖 血魔大军是治愈教会的领袖 或是叫做劳伦斯的生物 比起领袖 他更像是拜伦维斯的精神导师 拜伦维斯已经年近六十岁了 生于英国的贵族世家博学多文 但是当他见到劳伦斯的时候 还是被他震撼到了 在北美洲米国的地下教堂里 如吸血鬼一般白皙皮肤的劳伦斯 讲述着一万年前的故事 他的眼睛邪魅妖异 他身下的阴影如触须 眼斩向黑暗中 他的高脚杯中 呈着鲜红的液体 映衬着石壁上诡异离奇的壁画 如巨大章鱼一般的无极古怪物 贪婪地掠视着海洋中的生物 上个纪元 西方和东方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核战争把人类文明毁于一旦 北美洲曾经有三个国家 然而现在 这里只有米国 海的另一边 华国叫做另一个名字 欧洲和现在也大不相同 一万年的时光 所有人的痕迹都将湮灭 但是 让人惊奇的是 同一片土地 总是寓意出同一种人 就和曾经一样 拜伦维斯正想着 这段记忆到底是来自现实 还是来自梦境 剧本中发生的 会不会是一万年前的故事 劳伦斯不远处的四个青年 正呆呆地愣在原地 月朝西 程玉祥 宋浩然 洛欣 四个人在听着耳中奏响的西国传歌 宋浩然陷入沉思 月朝西和程玉祥 半张着嘴发呆 哥 这剧本杀也太有意思了吧 月朝西被提醒 他第一次进入这样的剧本 赶忙打开手机APP查看 剧本名称 黄金号 剧本类型 S级 团队死亡类剧本 剧本现实 47比57 冒号35 任务目标 空 剧本检介 空 月朝西看到任务目标和检介 竟然都是空的 而且难度竟然是S级 48小时剧本 他立刻看向宋浩然 心里想着 他是官方 官方不是资源贼多吗 他一定知道 宋浩然像是看透了月朝西的心思 摇着头皱眉说道 从没有这个剧本的信息 不过从难度和时间推测 很有可能是三级遥光镜 或者四级开阳镜难度的剧本 死亡型剧本要格外小心 糟了糟了 怎么会匹配进入这种剧本 程玉祥抱怨道 月朝西心想 他是剧本论坛的版主 论坛里经常有剧本攻略交易 他也许知道 老四街 你有这个剧本的信息吗 大神 虽然我是交易区版主 也会倒卖点攻略 但是这种S级剧本 我真没遇到过 说不定跟那些人的道具有关 那些人 他们是谁 之前没来急问 现在你 是不是该说清楚了 月朝西抓住老司机的话柄 追问道 这 我不知道啊 程玉祥目光下意识避开 他在说谎 哦 这样啊 那我们不管你了 分开行动吧 洛欣 书呆子 咱们走吧 月朝西看着宋浩然沉思的表情 不自觉想到 孤儿院里学习好孩子 书呆子的外号正符合他 好 洛欣回应道 也是洛欣的回应太痛快 让程玉祥一下慌了神 如果现在月朝西抛弃他 他在这S级死亡刑剧本中 等同于被判了死刑 别别别 大神 有话好说 好说 程玉祥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 那你说不说 说 我说 我常年混迹在论坛交易区 自然跟鬼市或多或少有点联系 上个月有人找到我 让我卖生命原液 你也知道 生命原液 五级以上剧本才有小概率产出 这东西在黑市里溢价极大 哎 别提了 程玉祥露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 垂胸顿足 看似懊悔不已 宋浩然冷哼了一声 说道 这是贪心的问题吗 你是因为非法交易 躲着官方吗 看来你不打算说实话 你卖的东西 是生命原液吗 程玉祥听到官方两个字 突然愣住了 然后看向宋浩然 突然恍然大悟 这个人他似曾相识 他是官方剧本玩家 现在程玉祥进退两难 离开月朝西和宋浩然 必定死在那些人手里 留在这里就要说实话 起码要说些有价值的信息 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唉 程玉祥悲叹一声 最终放弃抵抗了 那东西根本不是生命原液 是魔血合计 不仅能快速恢复生命 还能短时间大幅提升玩家属性值 但是一旦喝了 就算是堕如万劫不负的深渊了 只要停药 就生不如死 你卖给伙些了 宋浩然继续问道 程玉祥睁大眼睛 白手否定 我怎么敢卖这种毒 我也就是牵线搭桥 实际交易我可一点都没参与 牵线搭桥 麦摸写的人是谁 这 我也不认识 真不认识 我就知道是骷髅会的会员 玩家ID叫做先生 月朝西看向宋浩然 这信息具有极大价值 魔血的来源海外渗透势力 米国的骷髅会 并且知道是先生这个人做的 月朝西看到宋浩然的表情 缓和很多 蹲到程玉祥身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道 回头是按金不换 坦白了还是好同志 还有别的要说的吗 没 我知道的都说了 大神救我 月朝西抬头 看着这个西国风格的残破小镇 也是发愁不已 现在要通关这个S级剧本才行 但是在这里一点头绪都没有 他们的穿着打扮和路人格格不入 而且更诡异的是 那些路人精神违靡 对他们满不在乎 左右环顾 在宋浩然审问程玉祥的时候 洛兴已经开开心心去探索剧本了 此时 他正缠着一位老绅士 这位老绅士头发花白 右眼戴着金丝矿单片眼镜 他应该是剧本中的人物吧 他接过话头问 伊比利亚是指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吗 西班牙是哪个时代 从没有听说过 伊比利亚不是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时代 曾经名为西班牙王朝的鼎盛时期 拥有征服五大洲的舰队 成为黄金舰队 他们带着全世界的财富 走上归途的时候 竟然遭遇了不可知的意外 从此王朝走向了衰落 伊比利亚的辉煌成为了传说 只在古籍中寥寥写报 正在老绅士侃侃而谈时 不远处一位少年 左手踢着灯笼 右手踢着一份手抱 正在激昂的演讲 我阿尔比斯 阿布斯 弗朗西斯 要重现伊比利亚的荣光 征召勇敢的冒险者 去寻找黄金号 定 手机系统音响起 剧本任务更新 任务目标 加入阿尔比斯的探险队 月朝西 宋浩然 程玉祥一同查看手机 有了任务目标 总比当个无头苍蝇好 关键剧本人物已经出现 三个人告别老绅士 朝着少年走去 只有洛兴还在纠缠老绅士 我只想知道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 老绅士望着他们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对洛兴露出和善的笑容 我的孩子 这我也不知道 毕竟 我也不是这的人 第十七章 冒险队启航 先生 进入剧本了吗 女人不停查看手机 期望会有人发信息 你都问了几遍了 先生的行踪 是我们能知晓的吗 这匹配的是什么垃圾剧本 S级死亡型剧本 说不好 我们也可能死在这里 壮汉不耐烦地抱怨 只有大学生模样的青年 看着手机 他的眼睛 在眼睛后面微微发光 作为一名分析师 他拥有类似于天眼玩家的天赋技能 他手机上的信息 与其他人不同 这就是辅助型玩家的强势之处 胡汉林 你看到了什么 敢说一个字的慌 我捏爆你的脑袋 壮汉钻拳 手指关节发出声响 威胁道 胡汉林白了一眼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陈浩强说 黄金号 三级摇光镜S级死亡型剧本 剧本限时48小时 说点我们不知道的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听哪一个 分析师在玩家中极其稀有 毕竟一个天眼玩家 实在太bug了 胡汉林知道 小队离不开他 他反嘲讽道 干 陈浩强被拿捏了 好了 小胡你都说吧 张小涵挤出一个微笑 努力维持这个虚假的团队 不要崩盘 好消息是 我们不用去费力追杀程玉祥了 剧本机制会直接抹杀任务失败的队伍 那坏消息呢 张小涵继续问道 胡汉林看了看张小涵 又看了看指高气扬的张浩强 他的口气说 坏消息是这剧本不是人能打通的 洛欣看着老绅士愣了一下 随后说 您是旅游来的呀 那算了 如果有好吃的 我告诉您 洛欣露出无邪的微笑 接着就去找岳朝西去了 前面的岳朝西和程玉祥正举着手 积极入队 我 我 我要去黄金号 岳朝西举着手挤到最前面 程玉祥跟在后面 我也去 不要钱都行 走到跟前才看到阿尔比斯 这贵族少年看着大约15至16岁 清秀的面旁 掩不住贵族特有的骄傲气质 虽然阿尔比斯的演讲十分激情 但是听的人多 实际想要参与这场冒险的人 却一个都没有 现在突然有了两个人 还是齐装一服的两人 让少年诧异了一下 随后激动地说道 太好了 伊比利亚的光荣 依旧有人记得 现在三个人了 岳朝西说 还有两个人 我的妹妹 还有那边那个沉默的书呆子 好 五个人了 还有别人吗 之后再没有人举手报名 即使给再多的钱 也没人愿意去 岳朝西刚开始还很不解 直到人群中 有人惊呼道 怪物 又有怪物从海里爬上海滩了 原本萎米的人群 变得惊慌 混乱 阿尔比斯也紧张起来 岳朝西看向宋昊然 同时看向他的 还有程玉祥和洛兴 宋昊然摇头 从没有听说过 海中怪物这种东西 水手们 我们要保护民众 阿尔比斯抽出妖间的刺剑 逆着惊恐的人流 去向下方的海滩 大蛇 我们怎么办 程玉祥问道 还能怎么办 总不能让剧本重要角色死掉 四人跟上 直到海滩 他们才发现 这事件的诡异 无数长着脚的鱼 正从水中爬出来 攻击陆地上的人 所谓的脚 并不是人的脚 而是像昆虫一样 截肢动物的脚 场景诡异又可怕 特有的腥臭 让人想呕吐 除了他们五人 还有像是守卫小镇的卫队 在抵御诡异鱼怪的攻击 卫队士兵 身穿火枪手一样的皮质服装 防御力一般 但是便于行动 头上戴着宽颜礼帽 一手提着没有提灯 另一侧手握刺剑 这种战斗方式十分奇特 但是十分有效 鱼怪虽然形态可不 但是似乎十分畏惧提灯的光芒 就在畏惧的一刻 士兵已经精准地用刺剑 击破鱼怪的头颅 阿尔比斯也用相同的战斗方式 击杀了几只鱼怪 更奇妙的是 他的刺剑能在空中划出火焰 并且可以操纵火焰攻击鱼怪 然而鱼怪实在太多了 如潮水一般涌上海滩 十几名卫队士兵 很快就被包围 陷入苦战 啪嚓 一名卫队士兵的提灯 被一只鱼怪舍命击碎 提灯中火焰随之熄灭 少了这种神秘的庇护 鱼怪一拥而上 瞬间就吞没了 这名可悲的士兵 只有血肉撕碎的声音在回响 我们也要上吗 程玉祥看到被撕碎的士兵 询问身边的岳朝熙和宋浩然 这诡异的景象实在太过震撼 宋浩然犹豫了 生命只有一次 面对未知的恐惧 谁能轻易地去送死 不能看着他们全军覆没 岳朝熙也很害怕 但是人命关天 不能不救 洛心 你可以吗 可以 洛心原本也有些犹豫 但是岳朝熙的话 扫出了阴霾 洛心身体微颤 蓄力一跳高高跃起 然后冲着鱼怪群狠狠一技 伴随着巨大轰鸣声 海滩上砸出一个大坑 这片的鱼怪被拳风撕的粉碎 赤霄 岳朝熙的手中 出现一把红色的青铜剑 剑身的明文闪耀 手握赤霄 开天辟地 一剑挥出 鱼怪一刀两断 伸手一触 宋浩然看到岳朝熙和洛心的勇猛 脸上殷勤不定 官方被民间抢了风头 她的自尊可接受不了 宋浩然看到海岸边停泊的渔船 锁链连接着船锚 这正是宋浩然需要的 都是鱼怪脚烂的尸体 程玉祥看着三人 瞠目结舌 这些人真的跟他等级境界差不多吗 你们才是怪物吧 正当程玉祥吃惊的时候 一只小鱼怪搞偷袭 不讲武德 跳起来用截肢刺向这胖子 只见这胖子一瞬间汇聚脚下的沙子 成了一块石板 鱼怪撞到上面 反而自己被撞晕了 紧接着石板倒下 压扁了搞偷袭的小鱼怪 我虽然大意了 没有闪 但是我劝你好足为止 变成石板的程玉祥说道 卫队士兵被玩家鼓舞 士气大震 转手为攻 向着海面发起进攻 要把这可憎的鱼怪都赶回大海 没多久 海滩上的鱼怪就被全部击杀干净 然而 并没有人为胜利喜悦欢呼 即使有玩家的帮助 小镇卫队依旧牺牲了四名士兵 活下来的人也只是暂时活着 这座小镇如果继续被鱼怪蹂躏 早晚会迎来毁灭 队长 您再考虑下我的意见 我已经招募到了水手 他们有能力和我一同出海 只有黄金号才能解决现在的灾难 少年在努力劝说着中年卫队长 卫队长知道 把赌注压在传说上太过于离谱 但是现在对于小镇来说 也许是唯一的希望 阿尔比斯 我并不相信你说的黄金号传说 但是我相信你 船务里还有最后一条可以航行的船 你开走吧 叮 剧本任务更新 剧本任务 发现黄金号 但是 下面括号里还有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保护好你们的散直不要再发现真相前疯掉哦 第十八章 精神性创伤 散直 这次宋浩然在月朝西询问前就抢答说道 别问 不知道 宋浩然语气冷硬 啊 你怎么知道 我要问你的 月朝西对于书呆子的抢答十分不满 可是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杀死这些鱼怪后 内心深处无端开始恐惧 莫名的恐惧 承玉祥说道 月朝西回想杀死鱼怪的过程 的确在他砍杀三十只之后 心脏砰砰直跳 心底感觉有种诡异的恐惧 想要破解而出 宋浩然杀掉的鱼怪更多 莫非这就是书呆子 与其变得冷硬的原因 月朝西突然想到 洛欣呢 洛欣 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洛欣回想了一番 哥哥 洛欣只是觉得有点恶心 现在的海滩上满是污秽的鱼尸 散发出的腥臭 是够恶心的 看来洛欣的情况还好 此时阿尔比斯提着提灯过来 你们都是勇敢的外乡人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 这种鱼怪会对人造成 不可逆的精神损伤 月朝西心中大骂 干 你这不早说 随后阿尔比斯提起提灯 提灯中的光芒 让月朝西他们感觉到了治愈 提灯中胜油燃起的火焰 可以提高精神创伤耐性 我想办法给你们去申请一批 不过你们要记住 你们是阿尔比斯 阿卜斯 弗朗西斯的护从 说着少年自豪地挺起胸膛 月朝西又看向宋浩然 这种自大的感觉和书呆子真相 不过这小老爷还有点中二 阴暗的街巷里 有二男一女 全程观望着海滩上的情况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 这剧本没法通关了吗 打通剧本是需要脑子的 胡汉林嘲讽陈浩强 在陆地上都有这么多的鱼怪 水里恐怕更多 这些鱼怪虽然不强 但是会对玩家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性创伤 所以没愿能通关 胡汉林说完 陈浩强愤愤不平 但是他的话没法反驳 张小涵听完同样绝望 那位先生在进入剧本后 就挽起了失踪 剧本实现一道任务失败 所有人都要死 而黄金浩剧本的难度又如此离谱 现在真是进退为谷 不过 我倒是想出个办法 胡汉林推了推眼镜 露出狡诈阴险的表情 陈浩强气地跳脚 恨不得捏死胡汉林 干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阿尔比斯带着四人准备好翻船 这是一艘小型的风帆战舰 左右各有两门前塘炮 正前方箭手的撞脚士 手持三叉戟的老头 这估计是个三个字的大人物吧 船身上写着船名 破浪号 每人一个提灯 这里面的圣游 可是十分珍贵的 哈哈 赞美阿尔比斯大人吧 哦 洛欣十分开心 月朝夕 宋浩然 陈浩强一同打开手机 海神的提灯 圣游燃起的光芒 可以驱散飞暗 保护他的子民 不过时间有限 谨慎使用 陈浩强两眼放光 这装备一看就价值不菲 先不说这件道具的作用 就看提灯上精美的雕刻 光做艺术品 就能卖个好价钱 嗨大神 您这灯如果用完了别人啊 回头呢 我高价收 哎对了 还有那把剑 我打包收 陈浩强搓着手说道 月朝夕听到这儿 想起当初剑林知道自己想卖了它 当天晚上就提刀来砍自己 不觉打了个哆嗦 连忙说 卖剑 我不是 我没有 别沾遍 否认三连 月朝夕对着手机说了三遍 希望赤销千万别误会 别哪天这剑林不高兴了 半夜砍了自己 这提灯嘛 倒是好说 这价格自然好商量 嘿嘿 月朝夕和奸商都露出了和善的表情 经过商量 阿尔比斯冒险队正式成立 队长自然是被光选中的中二少年阿尔比斯 阿尔 阿不 队长 我们该去拿找黄金号 月朝夕举手问道 哼哼 我当然知道 有我弗朗西斯家传下来的海徒 黄金号在西方 这位置 太模糊不清了 众人商议后决定明早日出十分出发 傍晚 阿尔比斯带着大家去了镇上最好的餐馆 美食永远是提振士气的好方法 这时候最开心的就是落心了 真好吃啊 如果能遇到那位老爷爷 我一定得告诉他 程玉祥喝着最好的葡萄酒 脸上透着喜悦 死亡的阴影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听着阿尔比斯少爷吹牛 不时还恭维两句 哄得少爷十分开心 宋浩然还是那个死样子 一根筋不知道变通的书呆子 月朝夕看着欢快的众人 拿了一盘美食和一杯葡萄汁 走到了餐厅的露台 清爽的海风让人心旷神疑 赤霄 月朝夕轻声呼唤 红色的青铜剑微微发光 化为少女 身穿黑色香精的汉服 但红色的瞳孔看着月朝夕 虽然还是面无表情 不过没了之前的肃杀 赤霄 这是你的 剑林不需要吃东西 赤霄淡淡回复道 不过他对这新奇的东西 还是有兴趣的 那个少女没有好奇心呢 赤霄偷偷地生吸气 美食的香味难以让人拒绝 这个细节没有逃过月朝夕的眼睛 月朝夕内心苦笑 没想到赤霄还是个傲娇 这不是给作为剑林的赤霄的 这是给作为队友的赤霄的 我和洛欣的好意 还请笑呢 赤霄白了一眼月朝夕 洛欣姐姐的好意 我自然要接受 你的好意 丢在地上都没人要 赤霄先是闻了一下 这香味让人心醉 盯着盘子里的烤鱼和烤鸡肉 赤霄咬了一小口 还砸了砸嘴 抿了一口葡萄汁 然后脸颊微微发红 看来他很喜欢 月朝夕只见赤霄的眼神 变得像是盯着肥美小羊的饥饿狮子 眨眼之间风卷残云扫光了美食 月朝夕无奈苦笑 转头看着露台外 空荡的街道 还有远处染成黑色的大海 心里想着 然后脱口而出 等出了这个剧本 我就带着你和洛欣 对了 还有我另一个妹妹秦兴蕊 大家一起去海边 有个地方的海和这里一样 然而 赤霄却严肃地回答道 你果然是个变态 我可不想去这样的海边 血腥味太浓了 什么 月朝夕回头看向赤霄 不知道什么时候 海风里夹杂着浓重的血腥味 这里离海岸线有一段距离 这太不正常了 街道上还有稀稀索索的声响 像是爬虫的声音 但是听个人背脊发量 啊 旁边的房屋中跑出一个阵鸣 发出凄厉的惨叫 人体被撕裂的怪声 然后是更多的惨叫声 爆炸声 冲天的火焰把夜空照得雪亮 街道上全是鱼怪 第十九章 灯塔 怎么回事 阿尔比斯 宋浩然 陈玉祥 还有洛欣都来到二楼露台 赤霄已经躲藏到手机APP中 小镇一片火海如同炼雨 大量的鱼怪横行在街道上 他们杀朕鸣 吃人肉 喝人血 更多的血让鱼怪疯狂 然后从大海中吸引了更多的鱼怪 这个小镇已经沦陷了 阿尔比斯不敢置信 月朝夕他们也难以置信 他们明明不久前才击退了鱼怪的进攻 到底发生了什么 鱼怪怎么突然发狂了 洛欣捂着嘴 街道上阵鸣在逃 但是无济于事 城镇卫队在远处抵抗 但是他们只剩下九人 还在不断减少 他们手中的提灯 在茫茫鱼怪当中 是如此渺小 宋浩然第一个反应过来 冲着阿尔比斯喊道 去帆船哪 如果鱼怪摧毁了帆船 一切就完了 阿尔比斯已经被吓傻了 他其实也才十五岁 他不住地点头 然后又摇头 他在挣扎 他是贵族 这到底是荣耀的撤退 还是临阵脱逃 城玉祥抓住这位小少爷 摇晃着他 试图让他清醒一点 少爷 我们快走吧 这镇子已经没救了 您说的那什么 伊比利亚也结束了 现在保命要紧 阿尔比斯突然愣住了 对啊 他心中的伊比利亚 那黄金一般的时代 在这伊比利亚最后残存的小镇 他结束了吗 不能走 阿尔比斯说道 他的眼中失去光芒 只剩绝望 这都什么结果眼了 您就别抱着贵族老爷那一套了 快走吧 城玉祥还在试图劝说阿尔比斯 哥 能不能救救他们 洛欣哭着说 对于他们五个 凭他们的实力 逃出小镇轻而易举 但是对于卫队 对于镇民 他们无路可逃 月朝西非常理解洛欣说的 月朝西急红了眼 但是渔怪太多了 到处都是渔怪 到处都是杀戮 月朝西慌乱地俯视着地狱般的小镇 直到月朝西看到 处立在城镇中心的钟楼 这里应该是议事厅 小镇的正中心 也是小镇的最高点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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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圣油点燃钟楼 是不是可以暂时威慑住一怪 所有人看向月朝西 阿尔比斯的眼中 重燃希望 对 集中所有的圣油 点燃钟楼 宋浩然眉头紧皱 手扶着下巴 这计划等于是亲手毁了小镇 这位官方大老爷 小镇已经沦陷了 城玉祥对月朝西的计划十分赞同 并且嘲讽了官方 哥 月朝西点头 五人分头行动 城玉祥 利用五顿术 可以在尸首的小镇中 安全快速移动 他第一时间通知残存的卫队 把计划告诉他们 让他们带领着幸存的镇名 向着钟楼移动 宋浩然 使用天赋技能限节操纵 收集铁链 加固钟楼 这把火将异常的大 现在的石楼顶不了太久 洛星 属性增强 他的力量是成人的四至五倍 他是唯一能快速把灯塔交由 搬到钟楼的人 阿尔比斯 他的全能可以操纵火焰 他将收集城镇教会中 所有的圣油 放置到钟楼顶 然后用火焰操纵点燃钟楼 月朝西 最重要的任务 大神 你是要摸鱼吗 程玉祥不可置信地问道 哈哈 怎么可能 这个计划有最重要的一环 而且只能我去 月朝西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主意他出的 虽然说不上太好 但是现在他说了算 四人分头行动 原本热闹的餐厅 只剩下月朝西一人 除此之外 就是楼下鱼怪的爬行声 听的人背脊发凉 除了月朝西 他们每个人都很厉害 只有自己是最没用的 月朝西打开手机 看着灰色的天赋技能 复活壁 意外发动过一次 就一直是灰色的状态 月朝西呼出一口浊气 天赋技能不如程玉祥 阿尔比斯 战斗能力不如若新 知识不如宋浩然 这个计划的确还有一个要点 那就是 需要一个炮灰 如果没人能暂时牵制住海滩上 源源不断的鱼怪大军 创造一个空窗期 这个计划就是天方夜谭 加固钟楼需要时间 运送浇游圣游需要时间 拯救镇鸣需要时间 那就让他这个最没用的人 给大家创造一点时间吧 赤霄 名为赤霄的少女 出现在月朝西面前 主人 这是赤霄第一次这么叫月朝西 他已经知晓了月朝西的计划 月朝西愣了一下 打起精神 露出戏谑的表情 赤霄 你不是剑灵吗 应该很厉害吧 赤霄点头 吴曾经镇压千万识鬼百余年 月朝西表现得非常开心 那 如果我这具身体给你用 能不能做到这件事 赤霄犹豫了一下 如实回答 能 但是 那就够了 月朝西惨笑打断道 每一分每一秒都十分珍贵 容不得半点浪费 赤霄闭上眼睛 月朝西的眼睛一同闭上 一股力量灌入月朝西的身体 自下而上 等他再睁开眼睛时 瞳孔已经是淡红色 赤霄已经完全控制了月朝西的身体 但是并没有吞噬月朝西的意识 月朝西像是一个观察者 看着身体行动 他踩在露台栏杆上 用力一蹬 跨过街道 落在对面的屋顶 随后快步向着海滩一动 如同武侠小说中的爵士高手 海滩上密密麻麻全是各色的渔怪 不断地往城镇里涌入 果然如此 他抽出赤霄剑 剑身洪光大胜 剑刃麾下 成片的渔怪被斩断 渔怪不再涌入城镇 不断包围攻击他 但是毫无作用 赤霄麾下 剑锋揉杂着红光 扫清所有误会 他的脚在渔怪的尸体上踩踏 慢慢尸体铸成壁垒 斩碎壁垒 再铸起新的壁垒 月朝西虽然不控制身体 但是渔怪的精神损伤折磨着他 疯狂的想法不断在他脑海中动敌 他早就把提灯交给阿尔比斯了 炮灰就别浪费资源了 城镇中心的钟楼还没有点亮 他还要再坚持一会儿 但是月朝西只是凡人之躯 剑铃的能力远超这具身体原本的承受力 尽管他已经竭力保护这具身体 嘎吱 这是骨骼崩裂的声音 嘎吱嘎吱 他挥剑的速度慢了 不是赤霄不行了 是月朝西不行了 钟楼还没有点亮 鱼怪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有些已经刺破了这具身体的皮肤 不能后退 嘎吱嘎吱嘎吱 这具身体已是极限 动 钟响了 光芒从他的身后袭来 把他的身影映得无比巨大 可悲的怪物发出丝鸣 如同蝼蚁匍匐在他的脚下 他身上的血早已和剑身上的红绒为一体 他的身躯处立在壁垒上 永别了 哥 第二十章 梁帆启航 哥 有个女孩的声音在喊他 是孤儿院里躺在病床上的秦星锐 还是为他披荆斩棘的洛星 巨大的冲击直接击爆了海岸 黑色的海浪翻腾 洛星像流星一般落在海滩上 月朝西尴尬地笑了 向后倒去 但是却倒在了床垫上 这席梦思床垫还发出了奸伤的声音 大神啊 您可不能有事啊 如果您要是出事了 您那妹妹要撕了我的 程玉祥说这话为人形 手中拿出一管绿色的液体 灌入月朝西的口中 生命原液 瞬间月朝西如获重生 赤霄已经让读了身体的操控权 程玉祥这奸伤 竟然把生命原液拿出来了 月朝西惊奇地看着这个胖子奸伤 程玉祥似乎是明白了大神的意思 连连解释道 生命原液 黑市上卖一千万 哎 可惜啊 我只有这么一管 要不然就给您拿着当快乐婶子 我可付不起这么多钱 宋浩然那小子说了 官方报销 就您那义夫当官的架势 您那赤销剑 官方算个屁 官方不跟着您混 他们怕不是把路走窄了 月朝西无奈笑着问道 那你不来早点 程玉祥露出痛心疾首的表情 指明道姓告状 那不是怪那狗屁官方吗 我联络卫队的时候就发现 余怪突然少了 我就知道 是大神您干的 我马上去报告了 明大队长不在 我不得报告宋浩然之二队长 谁知道这小子不让就 必须点亮了灯塔才能来 洛欣那小姑娘都急哭了 如果您没了 他就要撕了我 程玉祥叽叽歪歪讲了一大堆 核心思想就是不沾锅 在灯塔的照耀下 余怪的精神损伤毫无作用 你们敢害我哥 我杀光你们 看着洛欣横扫余怪 枕着程玉祥的席梦思床垫 喝着生命原液 还有宋浩然这官方大头报销 月朝夕觉得 妈的 活着真好 漆黑的海底 张小韩在前面开路 他是三级遥光静玩家 天赋技能是柔极液体 将铁化为铁水 把石头化为熔岩 自然也可以在水下 开辟一条通道 你这么个学生 心思竟然如此狠毒 壮汉陈浩强在最后 调侃着眼前瘦弱的大学生 他是三级遥光静玩家 三倍力量的天赋 正符合他的体型 中间的学生胡汉林 是二级动名静玩家 辅助型玩家 战斗力不强 但是天赋技能士分析师 如同开天眼 我说过了 先生 不会管我们的 我们三人要靠自己 如果水里都是怪物 那把怪物都引到陆地上不就行了 再说 你在海滩上首次证明的时候 可看不出有一丝善良 胡汉林可以看到剧本机制 他知道鱼怪是血 那就在海岸上屠杀几个证明 引诱鱼怪发狂 疯狂攻击城镇 此时 他们就有时间 直接从水里走去黄金号了 好一个一石二鸟 既吸引了鱼怪 又阻挠了月朝系他们的任务进度 那是什么 张小涵回头 一瞬间大海被光芒照亮 陈浩强愣在原地 胡汉林陷入沉思 他们用剩油击退了鱼怪吧 泽泽 看来我们要抓紧了 他们用剩油这种稀有物品 去救镇鸣 这些人脑子坏掉了吧 陈浩强嘲笑月朝系这群人的愚蠢 不是 我 我说的是那边 张小涵的声音有些颤抖 此时他们三人眼前 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螺线形圆盘 足有一人高 之前都没有发现 在照亮的一瞬间才看清 这东西已经跟着他们很久了 卧槽 快跑 胡汉林大喊 圆盘其实是一只眼睛 接到上一片狼藉 镇鸣死了一半 活着的人都集中在城镇中心 哭喊声不绝 不过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城镇里还有灵星的鱼怪 卫队可以独自解决 城镇中心的钟楼如同一座灯塔 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驱散了阴霾 然而月朝夕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这灯塔不会持续太久 如果不能找到黄金号 完成任务 鱼怪还是会毁灭小镇的 看潮汐是涨潮 该来的天明没有到来 阴云遮挡着天空 如同盖住了厚厚的一层被子 我们快出发吧 阿尔比斯强大士气说道 昨晚的大战已经耗尽了圣游 没有提灯 没有圣游 前路实在太过困难了 但是没有回头的可能 小型风帆战舰破浪号驶出外海 向着西方前进 五个人勉强可以操控这艘船 一人控制船舵 两人控制风帆 两人控制炮台 可惜 只有阿尔比斯一个人懂开船 剩下四个人都是麻瓜 不过宋浩然的天赋技能 可是限节操纵 控制风帆一如反掌 再加上官方学霸加成 很快他一个人 就完全胜任水手的工作了 骆兴 岳朝夕和程玉祥 都是第一次出海 他们三人站在船头享受着海风 哥 骆兴想上去看看 骆兴指了执主为干上的瞭望台 眼中兴奋不已 就像期待春游的小学生 去吧去吧 岳朝夕说道 旁边的程玉祥翻开着手机 不觉叹了口气 老司机 怎么了 发什么丑 岳朝夕以为程玉祥 还在担心敌人追杀 宽慰道 说来奇怪 他们已经进入剧本快一天了 除了剧本中发生的事件 并没有其他玩家冲过来杀人 明明他们在现实中 急着要杀程玉祥 进了剧本怎么没声音了 莫非他们已经死在鱼怪袭击中 岳朝夕总觉得有些不安 手机递给岳朝夕 屏幕上是个聊天软件 在剧本里已经没有手机信号了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过去的消息 一个姓罗的女人发来一张图片 一块搓衣板 还有一条绳子 死亡威胁 岳朝夕睁大眼睛问道 程玉祥无奈苦笑 死亡威胁 也算是 这是我老婆 好几天没回家了 如果能活着出去 少不了一顿打 跪搓衣板 绳子抽 想多了 是用绳子捆起来 用搓衣板抽 岳朝夕想象着一个黄脸婆 抽打奸商 这画面太刺激了 程玉祥点开对方的头像 这是一张合影 奸商和一个白镜的小萝莉 猥琐的胖子和小萝莉 产生了巨大反差 已经很让人震惊了 但是接下来奸商说的话 更让人震惊 我老婆 怎么样 漂亮吧 程玉祥自豪地说道 妈的 这奸商真的该死 岳朝夕露出 和善的笑容 轻松的气氛让人愉悦 如果是在郊游 该多好 然而 这里是剧本杀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勇敢的少年啊 快去创造奇迹吧 风向不对 宋浩然大副 主围杆半翻 副翻满翻 阿尔比斯眉头紧皱 一手拿着指南针 另一手握着船舵控制方向 宋浩然快速操纵舰缆绳 完成指令 有满舵 阿尔比斯大喊 这是紧急操作 通告所有人注意 破浪号的副围杆 大幅度向左旋转 但是船 竟然没有任何倾斜 甚至没有移动 月朝西也察觉到了异常 他们之前太放松了 都没有发现 破浪号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不能移动 这件事到底已经多久了 哥 你看下面 船上的焦头烂额 此时主尾杆上传来洛新的喊声 月朝西抬头看向洛新 他正睁大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下面 同时手指着某样东西 顺着他的手指 这东西不在船上 是在船下 月朝西冲到船边 其他人也跟着往下看 灰暗的海面上 什么都没有 不 有东西 是阴影 无比巨大的阴影 和灰暗的海 几乎融为一体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无法发现 书呆子 这里除了宋浩然 没人可以攻击水下 宋浩然看到月朝西指着船锚 心领神会 现节操纵 锁链拽起船锚高高升起 比主为干还要高 然后重重洒下 铁锚集起巨大的黑色浪花 如一颗炮弹落入水中 激浪拍在破浪号上 竟然也打不动破浪号 直到几秒钟后 船锚击中了什么东西 破浪号随之激烈抖动 这巨大的怪物 就在船下面 就是这怪物 让船寸步难行 现在 这怪物被激怒了 它原本在玩弄这艘小船 现在它要彻底摧毁这件玩物 乌黑的触手钻出水面 巨大的吸盘让人胆寒 足能把人活活吞下 在破浪号下面的怪物 正是一只巨大的章鱼 八只触手吸住破浪号的甲板 木板滋滋作响 再不动作船 就要被章鱼怪物碾碎了 但是这触手极有韧性 竟然不能被斩断 触手察觉到危险 发起攻击 不断抽打甲板 大神啊 救命啊 我最怕这种东西了 程玉祥左躲右闪 避开触手的攻击 宋浩然极力控制住风帆 不然船体倾斜 洛星从主围杆跳下 一拳打在一只触手上 但是效果不佳 像是石头砸在棉花上 阿尔比斯在船舵的位置 他的全能是操控火焰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 屈指可数 只见阿尔比斯的掌心 燃起火苗 继而聚集成火球 继续聚集 火焰从橙黄色变为蓝色 他瞄准最近的触手 那触手正脚柱柱为干 宋浩然尽力不让他破坏为干 蓝色的火球飞出 划出一道蓝色的弧线 正中触手 这蓝色火焰瞬间爆裂 所有接触到蓝色火焰的触手 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卧槽 哎 队长我是自己人 程玉祥看着炸裂的蓝火 担心自己和整条船 被中二少年给点了天灯 然而这蓝火只烧尽了怪物 散落的甲板上的蓝火 自己就熄灭了 别担心 这是冷火 不会伤到你们 月朝西对中二少年阿尔比斯刮目相看 这能力真是牛皮 一只触脚被毁 其余的触手变得疯狂 猛烈地进攻阿尔比斯站的位置 阿尔比斯正在积蓄第二发蓝火 不能连发是他的弱点 这和特异型玩家类似 也和很多游戏中的法师相像 尖伤 帮忙 月朝西大喊 洛欣和月朝西 分别和两条触手缠斗 宋浩然勉强控制住另外两条触手 只有程玉祥能救援 虽然这胖子奸伤的战斗力不强 但是武盾术 绝对是居家旅途 逃避追杀的戾气 程玉祥迅速与甲板融合 不到一秒 就流转到阿尔比斯身边 抱起他就躲开了三只触手的攻击 传舵被击得粉碎 不过那里早就没人了 触角失去木板 在左右探寻 是热量 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只有他们能散发出热量 这就是章鱼巨怪盯上他们的原因 找不到目标的触手在胡乱攻击舰船 可知 每一下破浪号都有散架的风险 没有时间一条一条处理该死的触手了 阿尔比斯 破浪号快到极限了 我们必须一次性解决这怪物所有的触手 月朝西用赤销顶住一只触手 回头对着箭手的阿尔比斯喊道 什么 我可没有那么高级的术法 现在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发热火 越热越好 阿尔比斯不明白月朝西的意思 但是情况紧急 蓝色的火球立刻变为橙黄色 并且逐渐变红 程玉祥顿时觉得旁边有颗小太阳 在炙烤着自己 哎呀 少爷您可得注意安全 玩火容易出事 脑袋尽量避开小太阳 瞬间所有的触手都被这个小太阳吸引 不再纠缠其他人 全部伸向箭手 宋浩然看到触手的怪异举动 一下就明白了月朝西的计划 破浪号的懒神快速抽动 卷住阿尔比斯的腰将它抬起 顺着主维杆迅速爬升 所有的触手都被吸引 跟着一同爬升 此时的海面上 正在发生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只触手追着一个小太阳 到达主维杆了望台 懒神已是极限 阿尔比斯突然被一位纯真的少女抗了起来 正是洛星 她公主抱一般 抱起阿尔比斯 膝盖微蹲 猛的一步大跳 高高跃起 从远处看 如同一颗飞升的星星 触手没有放弃 超过桂桿的最高点 还在追逐这颗星星 海面上突然浪花暴涨 大量乌黑色的软体组织涌出海平面 因为处序已经不够长了 章鱼怪物的身体已经浮出水面 在空中 洛星和阿尔比斯的上升速度越来越慢 下面的触手伸得笔直 正快速追上它们 阿尔比斯被洛星向上一推 继续上升 机会只有一次 但是没多久 阿尔比斯也慢了下来 黑压压的乌云近在咫尺 这片大地与海洋 多久没有重见光明了 鱼怪横行 天灾肆虐 黄金号的诅咒正在让人民死去 伊比利亚的希望在哪呢 如果没有希望 那就创造一个希望 如果不见天日 就创造一个太阳 少年手中的火球光芒大盛 炽烈如日 少年用尽全力将火球丢了出去 少年高喊着 伊比利亚 那黄金时代必将重现 太阳升起 刺破阴霾 少年慢慢没入黑暗 但是他做到了 章鱼海怪完全钻出水面 海怪的身影 已经完全遮挡住破浪号 阴影如同铁木一般 巨大头部上 欠着两只如墨盘一样的眼睛 但是 漆黑的诅咒之海上 唯有此处光芒如晝 开炮 四声震天动地的炮声 竟然从铁木中响起 吼 巨大的悲鸣声 章鱼海怪被冻穿了四个血窟窿 七只触手慢慢脱离 海怪慢慢下沉 少年做到了 他们做到了 少年从天而降 他的太阳冲破黑暗 洒下光辉 如同启示录一般 慢慢有绳结捆住阿尔比斯 下落的速度再减缓 最后落在破浪号的剑手 剑手还站着另外四人 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 一位不苟言笑的书呆子 一位胖伤人 还有最后一位 手持红色青铜剑 他们战胜海怪的故事 定要在伊比利亚口口相传 很明显 skete